然後來玩這個人類 最近剛上的 直接開始 新遊戲他可以多人連線 自己先玩吧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競爭對手要幾個 他說在線上中這個 線上模式 這個AI較高下 這是底線模式和AI中和其他人類無法加入你的 這是開放觀眾 多人 是 私人雖然不知道這到底差別在哪 算了 因為我聽說他的連線還蠻不穩 所以我還是先以私人為主 那最多可以幾個 10個人 這會不會太混亂 大 巨大 但是 看一下 巨型 應該會打超久了吧 節奏一般 無盡 一般是什麼 遊戲上限為300回 所以他回合有限制 他說都會 難度一般 看你要打什麼 地圖還沒選擇 該遊戲並未選擇任何地圖 那沒有地圖給我選 這個是扩充內容 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 就這樣吧 開始 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那是可以命名的 他說可以命名的 軍隊和城市 這款有點像那個文明帝國吧 那我聽過 我聽說 我們宇宙 有個 我以為是有關的故事 最多的關於石頭和雪 在低渦温度的渦渦 比較有趣 但是在一個小的石頭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第二樣的看法 這就是你的故事 但是最初的4億多年 主要關於 aminoácidos 沒有很多的項目 但是在過程中 當中的酵母分配合起來 然後事情開始變得更有趣 而且更有涼快 某些小的蠻蠻蠻 發現你能做得更多的鑲子 比罵你的小弟 工具 和武器也有發生 在天涯上的聖心 亦中了 被迫在被人生懷疑 火變成了一種 不然是很討似的 火力 那些人物的零 人有吃 他們學習成了 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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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旅行 结果,这些旅客学习学习建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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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立即允训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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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 这就是人生命的运动 运动和共产党都变成功了 这些旅游戏变成继续 整个世界就变成了 这些旅客运回来了 但其他人的故事是你的故事 你會把他們建造成一個大型的民眾 你會如何推動人類的? 競賽開始了 新世界 新的歷史 都會載到歷史 有很多要看 要學習 或是 要接觸什麼要求 新手教學 第一個目標是新時期時代的目標 你的目標是在這個時代生存下來 並獲得一個 時代之心 時代之心可以衡量你在遊戲做的成就 手 他在教你一些操作 OK 然後呢 他說這是你的軍隊你的人與部落 在環境革命中你是一組什麼單位戰的相同 單位格 走 恩 我要點他嗎 他說 這是有一定的行動點數 沒回合 這是4點 然後他說這是你的 軍隊的面板 他說 你要移動單位的話是選取在 在 你可以直接什麼 呃 直接用這個選取單位格 這是最快的方式 然後 超過時數的他可以移動單位 後來變成要顯示下一個回合數 恩 但是我現在移動嗎 他就沒有後續 這個有什麼所以他應該是要我移動吧 看一下 這邊感覺不錯 準備就緒 應該是那個吧 這個要 這個佔領這一個 不過他教學怎麼突然就卡在這 這個 那我就用我的認知 我要怎麼讓他 在這邊雜引 也算單位 在教學好像有點 柱雜 恩 他這個是部落不是那個喔 直接這邊開始 所以他是要我希望先跳過下一個回合 結束回合 他果然要我先結束這一回合 他希望我在這邊助長 有大象呢 他說 他說 要我先攻擊他 預然 目標攻擊 他說準備迎接第一場戰鬥吧 消滅這個敵方獲勝 如果沒有任何一方全面 則 首方自己 獲勝 他說戰鬥可能 即將展開 要是覺得無法獲勝可能 依然可以用撤退 然後使用戰鬥也進入單位部署 所以你可以立即 解決戰鬥 再有情況電腦交換代替進行遊戲 這種對於快速解決你肯定會有這樣非常幫助 但因為另外一個方面 或許你想要試著把這個 手動解決 他說從這個力量平衡角度來看 這種 野生動物明顯占上風 所以可能會出差錯 而你才剛萌芽的 維銘可能會冒 冒著在這種 失去僅有這個 部隊的風險 雖然遊戲不會因為這樣解釋 不過還是得提醒一下 他說趁孩兒吉 撤退是一種選擇 然後 找啊 他說收集這個糧食讓這個 得以成長 糧食 他說 這個是什麼科學的真品 他說研究來收集這個科學 獲得這個 時代之星的 進度 因為他現在撤退沒辦法 我們要等下一個回合 然後他現在只剩兩點 為什麼突然 變只剩兩點 現在收集食物 有沒有別的人過來 你已經找到一個真品叫孤老的影帝 然後你的部落剛調查真品中 獲得的科學 填滿你這個 這科學走上角 填滿你的科學 以獲得知識 時的 知識時代之星 然後他有一些條件 有三個吧 成長之星跟知識還有就是狩獵 你的部落擁有足夠的影響力 然後建立第1個少藏 前少藏對於帝國發展非常重要 有助於佔領領 有助於佔領領土 這個是 所以 他要我在這邊直接佔領 這個 地區鳥不拉死 他要佔領在這邊 好吧 但他現在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掃口 因為他這邊只有唯一條通道然後我把他卡在這 這個 也不知道是好是壞 我想一下 是 是嗎 他會打我嗎 準備戰鬥 他撤退了 所以我要 因為我有他自動 算了我自己手動控好 站臨 算了就這吧不管了 已經 建立了這個地區 他說他要花三回合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是要結束嗎 建立真的要三回合 不是立即砸 他這個 一種想法 他有事件 昨天部落遇到了一片野生的穀物 他說 穀物的進步 像 可以 吃的樣子 然後某位部落長了不同的想法 他說將其種子把它磨成麵粉 他建議將種植一半的種子 這樣一來明年的夏天作物能長回來 這個 與游牧 生活相當 不同的 怪異的想法但是 是一種 為了未來而展望的 所以你可以種植跟研磨 種植的話你可以訓養的研究成本間 25% 但是研磨的話你可以在 游牧部落上 再 加2 210加2 乘4跟前哨帳 加210好了 欸我不知道 完成了 所以 我必須消耗這個回合 因為他什麼都不能做 又來了 要說準備戰鬥 然後這裡有一隻鹿 這是我什麼都做不了 好啊 所以我就只能一直跳過回合 這個名字能不能改啊 他不是說可以改名嗎 所以我現在是怎樣 他現在是在建造所以我應該是要停在這 他一直說要我 準備就緒 還是這時候我可以移動 試看看 他這時候是可以動的 這個你的軍隊人口獲得一個新的單位 就是 他又 又變成一個單位了 他說你收集這些 糧食或狩獵可以確保你的人口繼續成長 所以這個上限最多就是 4個單位 他說你可以將軍隊拆解成更小的單位 有助於在早期迅速的拓展 喔 掃噶 我怎麼把 拆分 轉移 解散 喔 這樣子探索確實比較快喔 懂 然後他 他拆出去之後的移動格數會 變成只有一點 但是 但原本卻變成有4點 他不是剛過來 所以我可以繼續去 大概懂他的概念 這個戰鬥打得贏 一半一半 千秒好了 影響力 這個右上角 每個 帝國都有傳統的 與習俗可以流傳至他其他領導 然後我們 稱這文化影響力為影響力 遊戲中有很多 獲得或散播影響力的方式 在新時期時代 狩獵或者發展科學 的真品可以獲得影響力 接著你便可以使用這影響力來建造你的騷徒 這只有一半一半 撤退吧 那撤退幫你移超遠的 然後 而且他行動格數1234 就全耗掉 好下一回合 而且你是在打他嗎 那會不會來打我 恩 恩 他說 這個避難所 洗劫動物保護區可獲得大量糧食 並防止動物在該市區 區域生產 如果要洗這個保護區使用 一個軍隊在這個按下洗劫按 洗劫保護區可能要花數個回合才可以完成 了解 如果你對任何的遊戲有問題 可以直接查 對他確實有教學影片 可是 一般人應該不會想 一開始就去看吧 這是什麼 我獲得真品種植 提高 這就是要盡量搞 啊完了 繞一大圈 剛應該要從這邊過去 現在變得到一個大圈 早點然後這個資源應該是好事吧 因為他是提升 他撤退之後的會有點虛弱狀況 很乏吧 那這邊有寫說你路上跟海軍的撤退變非常的慢 精疲力盡 他說你的第一個前哨戰路口已經踏入了這個 這個 這個 第一步 帝國的這個 開始慢慢的主持 重點是你看這個 原來他也開始建立了他就在我的下家 那我是要趕快去搶 下面為什麼有一個領土啊 這步數他走一個就要試喔 那就是探索吧 那我這個城市 這是我的部落吧 到底不能命名啊 不行啊 我不能幫他改名字 等一下 欸 這是什麼 開啟這個 林靜的選項 所以他可以幹嘛 他這邊都要影響力 就是生成 重新配置 然後 他現在只有兩個選項就是生一個基本單位兵吧 好下一回合 我這邊有辦法進去嗎 你可以 直接踏入別人的營地 我獲得一個 古老的營地 所以我現在有5點 然後有5點情況下我的這一個 就可以生成 不過他這邊會有一個 人口 所以 人口 上限 目前看起來是因為沒有人口上限 反正我就 目前唯一知道就是 收集 這個 那個 場景上吧 你可以選擇狩獵或者去收集這些 這些 增加影響力的這些資源 他說 你的人口增加 喔 增加1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這個 再增加一個單位吧 單位 他這邊有寫了 你這個前哨站的人口會慢慢最多到4點 然後 然後 地區 這個地區是 建造的項目 那我先去收收集這個看會影響到 閱讀 他拿到15個食物所以他這邊變有兩個單位 喔 他 他是說 因為像 我現在人口有 他是希望我增加到5個吧 所以 又有4件 他說上一個冬季過得特別嚴酷 地面這個 很很冷 這個 部落的中心居民握在一起 互相區 但對人們來說這些是不夠的 有些人需要讓自己的血液奔騰 一直他們在暴力遊戲中獲得的滿足扭打搏鬥 其中 有個比賽是雙方以獸皮 本在拳頭對打 吸引不少觀眾卻 也影響到 這個前哨仗的日常人 採集任務 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第一個是說 糧食會減5但是你的戰鬥力單位會加額 就是 你的 你的人民又變成拳擊手 然後第二個是會讓你進入豐收10回合 糧食應該是一個關鍵吧 減少5影響蠻多的 然後 訓養 我覺得就是 禁止 進入豐收 然後這邊可以先 增加一個人民 他是立即的嗎 他真的是立即的 可是他人口 我懂他意思了 他這個人口是算你 部落增加的那個時候的 你沒有使用也算是增加1 你使用的就是讓他變成是一個人口 樹這樣子 那想試看看狩獵 交換一下吧 比如說 這一個 因為我附近有一隻動物 我們去打看看 現在有兩個人口應該 戰力會比較堅強 然後 這一個 那看一下這個問號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走這一個就耗了4點 因為他是從山坡往下移動吧 所以 他說 充滿了戰鬥 我被人家攻擊了 他說 他說 部落 憑藉的什麼 澳 達到了 上古 時代 就是別人吧 然後 有一個 世界奇蹟什麼美好的被加虎被另外一個帝國鎖定就是代表他探險到 你遭到攻擊了只要撐到戰鬥結束或是殲滅敵方單位就算獲勝 我想看一下如果在這種戰鬥過程中我可以立即存檔嗎 可以耶 這代表就是 可以先 軍事面板 他說的是這個吧 明白了 這是我們的戰力 只有死 大家都是死了 所以我們可以手動戰鬥 他說你可以部署 帶有顏色單位 單位 單位格代表雙方軍隊可以變更的部署 部署是激發最大潛力值的關 你會逐不了解該怎麼思考這些參數 現階段只需要關注地形攻擊範圍 他說如果能從高地進行進攻攻擊總是會特別的猛烈 所以我應該選擇退到這邊吧 可是那是我的妻子 利於這個單位格上不會獲得特定的加成或懲罰 部署贏的軍隊 他說你可以選擇這個 他說假如你選擇單位格 已經在其中單位格則會變成轉換位置 喔 然後怎麼看他有沒有加成 看一下 扮卡下沒有 他這個有 臨終的效果他說只會對提升遠距攻擊 所以他對我這個近戰完全沒有幫助 然後 那直接就是 那我直接在這不就好了 結束部署 若要 若要移動單位則以選擇戰鬥管理 面板之後進行動 攻擊命令 或者你可以 按這個 直接攻擊 戰鬥回合 他是說在這個回合數上 剩餘的 最後單位攻擊過後戰鬥回合自動結束 然後 然後 然後單位是顯示他的攻擊 可攻擊的距離單位吧 他這個是在哪裡啊 他說是左側 對 對我沒看到他那個顯示哪邊是距離 他是說這是你的旗幟 如果其他單位佔領他的話就會立即結束 喔 那我就變成我只能死守吧 這其實我的優勢蠻大 因為他一開始進攻的時候已經噴不少血了 就是 守方吧優勢吧 所以我現在攻擊他 他又打破了 在進入第二回合 應該是因為難度的關係他才這麼弱吧 到底說應該是 呼五波吧 我看一下啊 沒有是因為為什麼我戰力比較強 是因為我來自有力的位置 加4 然後 然後 消滅他了 然後呢 有了我打贏他了 對方損失了這些 他說這是整個戰鬥報告 他失去了這個單位 那我現在不就可以把這單位滅了 是我的認知上有正確吧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趁勝追擊 因為他他只有一個部落 呃 他在建立耶 那我是不是直接佔領在這一個等他 然後讓他休息 而且不知道怎麼休息 那我原本好像是要去打獵 我要去找那個動物吧 這邊還有支援可以拿 有了 有了 然後 上面這邊好像有那個 支援 他說你這個還沒 我先 跳過 重整 啊他是重整 在你的 沒有在你的零土內無法治癒 所以我先讓他駐紮 跳過 啊他這不是建立好了嗎 那我是不是可以選擇攻擊啊 攻擊 只這個按鈕 在對你想要攻擊的程式 欸什麼意思 我站在這一個是不行嗎 那我是不是要先動一個 他說範圍內無法選擇 為什麼 一開始可以按 但是移動之後他就不能按了 有點不理解 為什麼不能攻擊 算了那先拿支援 剛剛應該是要可以攻擊 然後那個動物跑掉了 對 這個我應該打得贏吧 立即解決 有了我們死了一個人 你可以看這個結算 我們損失一個但是我獲得了 食物跟戰利品 欸 我感覺不只是死一個人 是受傷還蠻嚴重 他現在勝利之後就不能再進行 這應該是同一個吧所以他還有別的單位 這不能動 所以現在是換我了嗎 他說文化的里程輩 你解鎖的時代 瓷器 新瓷器時代的時代之心 可以讓你前往 上古時代 選擇你的第一個文化 文化提供你加成 並解鎖遊玩的可能性 他說 好啊 任何時代的 帝國 所以他可以 他其實 我看一下 他這邊有說 聲明 三個 選擇其中一個會獲得生命 盡可能的獲得生命在地上留得自己的印 並在遊戲中獲得勝利 這個意思是說 是不是其實我保持 選擇先不要急著進化也可以 就是 提早進化過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達到一個完整的流程才是最好的選擇 你覺得我想的應該是對的吧 就是譬如說 姿勢 我可以選擇先卡住進化 我還是想看到你們攻擊他 就駐紮在這 先跳過一回 我們可以狩獵別人 但一戰 他這邊有個點 視線 打啊 為什麼不打 他們有人了 手動戰鬥 為什麼突然倒一個人 不是 What 結束booth 他不在這 他說如果我佔領騎士不是就贏了嗎 所以我佔領了 然後 他這邊 研判是說敵人的加成比較多 如果我用維歐會不會補 這個戰鬥的 缺口 看一下 不行 他站在這個比較有力的地 然後 這樣子好像比較虧 因為你看我這樣打他完全沒有用 而且他們好像是 而且他們好像是 那這樣我就會損失慘重了 因為他站在有力的 所以佔領那個其實不是一個關鍵點 我上來高地之後 戰力他沒有那個加成了 因為他他跟他平行之後的戰力就是 55波 大家就是比那個戰力 所以 因為受損了降低之後 這樣跟他打還是吃虧 所以我應該要來這個地區 但是因為 三回合嘛 我如果再拖下去我就會輸 所以應該是要積極的攻擊 等一下再換位 欸有有他有幫 他沒有幫忙打 他選擇站回去 所以他放棄了他有力位置 所以我就要來這邊 這樣其實我損失慘重 他說 他是說叫我趕快進化到下一個點 我是不想進化不行喔 然後因為 這樣子等下換我被他打 那我現在這邊 算是 筋疲力盡 所以我這邊可以趕快再增加一個吧 但是算是比較吃虧 喔這邊繼續去探索 他說你印 你已經 為什麼他一定要逼我呢 我不想進化不行啊 反正他現在在提示我說你可以下一個回合 我是覺得等下我會被他打 他沒有打 你看馬上就進攻了 所以 這個就要站該那個點 手動戰鬥 所以如果以這個第四來說啊 我應該選擇站在這個夾攻點吧 他上來 先結束 他從這個點來喔 哇 糟糕 剛剛這個應該要先站這 身負重傷 如果我希望他倒的話就是 會守一點 這樣嗎 然後 但是我這邊處於被動 喔他這樣還撐住耶 一滴 分住 喔他死了 所以我這樣單位就被滅掉了 聽看看 哇 感覺好像我會被滅掉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 啊他知道那格屁那格 我被滅了 等一下他說 結果是 他是結果論 三回合 他說這個單位 哇 我應該要脫單位格 所以我這個就被滅掉了 他說你達到每回合的戰鬥 結束 所以現在是誰勝利啊 正在開啟下一個回合 喔 就是三回結束之後再等一回 所以對我來說這一場應該是會凶多吉少 但是 他不能在這個 他說 他說 此動作以鎖定無法執行 是因為這邊正在戰鬥中嗎 所以我無法踏入戰鬥 弱格 所以他現在到底能不能移動嗎 可以耶 他說因為你人家正在戰鬥中 所以無法感到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 這樣子他這邊就倒退了 但他好像還是可以繼續進行的樣子 我又拿到一個 這邊還有 反正就慢慢摸索啦 先理解他的規則 所以我現在變成只能下一個回合 這邊 先跳過 滅掉了 他砍掉一個 所以我這邊就被打敗了 就是 目前看起來 因為這個階段還沒有研究出那個類似 他馬上又來打我而且還是另外一邊 反正就是他這邊戰鬥的時候我不能踏進去 除非你有研究科技 應該在這個制高點 結束部署 他應該是卡在這吧 所以我這高點的時候我就可以 他這邊不能打 所以我只能選擇下來一步 但是在這邊也有高處的優勢 哇 所以他這個戰鬥主管還是要 這個 佔領那個 第四影響很大 OK 所以我打敗他 可是這是另外一支軍隊吧 跟另外 剛剛這邊有點 沒有關係 我踩到陷阱了嗎 等一下喔 開啟 所以我是強制被 進入戰鬥 然後 然後 那這個領地的戰鬥是只有這一個嗎 如果以戰這個第四來說這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吧 因為我這邊比他高一點 我想的沒有錯 那我換來這邊會有防守的加成 再次還是死了 損失才 怎麼人怎麼那麼多啊 一直一直來 那我這邊就 擺定了 所以 他人太多了吧 好幾個單位 不然應該是剛剛那個 實在戰鬥已經那個 哇我現在只剩兩個部落了 沒關係 繼續 要先理解怎麼戰鬥 繼續收集 長矛巷 這樣 其他人都在進化耶 只有我還在這邊 慢慢歸著 然後 啊缺人口啊 這邊有東西 先拿好了 有了 他又在這邊建造了 我剛剛就是想要打這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都不能打 沒看到其他人了 喔 喔 他們來了 對啊喔超多的耶 然後他要 他要來打我 如果以這個 地力來說 站在這個點 是最好的 走動 那他也直接推進來的 他等一下應該會上來吧 我猜 有一個還繞了一個山過去 這會不會太猛 是我他應該會上來吧 對啊因為那邊就沒有加死了 哇這樣子 一半一半 啊完了 他又下去 最後是誰贏啊 應該是我輸吧 因為我剩一滴血 有點敗巨傷喔 這樣算我虧吧 然後沒關係 還有一個軍隊 我要看他下面有一個 他下面應該是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坨隊伍啊 他還有一回合 其他人都在進化 就我跟著 喔 他來了 他應該是會佔這個點 所以 開啟 開啟 走動戰鬥 是我只能卡這個位置吧 哎唷他直接在這 那果然上了 他受的傷比較多 我現在變魔獸上比較嚴重 壞 喔他戰力比較強 難怪我怎麼打都輸 呃 放我倒了 可是重點是為什麼他的人口這麼多 在這邊還有他的人 他到底有多少人啊 我這邊打了一些 我記得一開始我有清了一些 可是怎麼會這麼多 這麼厲害喔 哇 這樣的話 我想一下 咦 這樣吧 這邊我會有那個防禦的加成 然後平地的話我們就是靠多的強度 咦 為什麼只有我扣 扣血啊 我要死 雖然是被突襲是不是 但是 嗯好吧 為什麼第一發沒有扣血 但是我一定輸啊 我真的不懂他的戰鬥規格 所以我真的整個全滅了啊 可以重來了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他他看那個是突襲啊 所以我沒看到他 又就噴了 然後 要說對於這個定居來說發現的山鬥能 巨大的 這個應該可以重來 重新開始 我想要 好可以重來 馬上就重來 認輸 再一次吧 奇怪他的人怎麼那麼多啊 我覺得我已經親得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 他說 擊敗的單位 我被他打7個 他到底有幾個單位啊 不能看他的部落 看一下人口 數字 數字 這個不是人口 應該是看他的軍事 1234 他最高到4個 然後後面3個 2個 3個 所以剛好都撞到他在那邊出生 我重來一次好了 這是剛的那個事件吧 開場重要的是 開場重要的是 所以他代表他滾的比較大 巨型 這個好像是剛剛的設定 那直接在開始 然後 馬上就結束了 真快了一點 快速的結束 然後站高點脫逃會 安全的脫逃 你想一下喔 2點 他這個走1格就耗4點 行動點數1 喔這邊有一個 這邊也有 美味 加 那過河流這個是 傲行動點比較多 我看他好像 嗯 跟隨的行動點數1 花費 進入這個會 所有剩1點數 所以這個是 基地行動花費1 1點 這個會幾點 這2點嘛 就是跟隨會多1點 喔 先弄懂他一些行動點數消耗吧 1點 1點 嗚呼 那我知道 我剛剛懂 他的分別 我只是想要一起走 事件 燃燒的世界 他說天空冒起 失火 你找幾個部落成員 靠近這個地方 他說落下一個下窘 故這個 這個氣味更嚴重 所有建築物都著火 你可以指示手下用 鬆軟的圖案去滅火 就會看見了矮小的聲音的奔跑 是年輕人 如果你現在動身去追他們就成員的部落員 但代表失去這個建造的秘訣 長毛巷可以直接多1人 他說狩獵旁邊增加一個 難民是什麼 難民 他就直接多一個部隊 可是為什麼他叫難民 可以改嗎 難民 假的 喔可以喔選這個就可以改了 那就難民吧 這樣不錯啊多一個 你看他已經不能動了 這什麼 馬 科技 為什麼這個地形都 都這麼的 這麼的棒 算了回去好了不想走右邊 那人口應該是最好衝的吧 兩個 這邊 喔他支援會自己生成喔 就是 那就是那邊剛好可以採集 這邊剛好10點 有沒有長毛巷 有他現在3個部隊了 想去打看看 金觸都會自動生成 打毛巷在哪 讓我打打長毛巷 喔 請問長毛巷你給我屁股卡在那邊 直接弄傻 呵呵呵呵 這可以合併嗎 長毛巷 算了 ㄟ 恩 對到隊伍就是 我想一下我現在 這邊先來 這邊已經解鎖了 長毛巷進攻 其實長毛巷才13戰力耶 所以自動 立即解決吧 開擊 所以結束了 恩 他沒有增加 應該是因為他糧食剛好沒辦法補 好 他說你找到一種種植的方法了 啊這個是剛剛一樣的固定時間 這個吧 看一下 他說你可以燒後提醒我 我看他食物加多少 長毛巷的食物 他剛15嘛他是加10啊 長毛巷是加10糧食吧 剛15所以從他糧食增長應該是一隻長毛巷是15 20喔 欸這邊又突然多出一個 先把他分 分離 分離喔 他現在沒辦法分離喔 但是卻可以選擇佔領 看一下喔 這裡根本就沒什麼支援啦 但是不佔領的話要等時間 反正先丟著跑吧 6 11 2 10這邊最多 這邊好了 就隨便讓蓋吧 不理他 這邊現在他沒辦法分嘛 所以 想一下喔 現在都不能動 下一回合 所以如果我想要這個 星星喔 獵人 姿勢所以這一次完全沒姿勢 我們是笨蛋吧 完全這次總笨蛋的喔 轉移 這個回合還沒結束 所以我要分離他 兩個軍隊 笑 先 再分離 現在我們這邊 為什麼他取消之後就 我剛剛看他明明可以移動的啊為什麼 要先去踩點是不是 這樣吧 這樣踩點之後就 可以了 3點 喔 漂亮 但是他這個要花費2點 所以我現在進去 如果走這個 還是一樣 因為想要每個都充滿看看 他這個不能動 長矛相 應該打得贏吧 可以攻擊 咦 攻擊長矛相 所以 這也不是必然的 看起來兩三個人比較穩 他直接被滅團了 笑死 被滅團就被滅了吧 他說 你就算學不到其他東西 至少不會命嗎 什麼意思 啊這樣15點撿不到 QQ 看一下 3個 15點 這邊可以可以拆掉吧 解散單位 他解散之後是回到 原本的 前哨站 這邊的話 看一下 我們要在聚點內 鬥嘎 等一下喔 這邊給他分出另外一個好了 避難所 去洗劫避難所 這邊有糧石 這邊重一點 兩點 你已經發現了這個河流 鱸鱸絲 發現這個有什麼用嗎 應該只是一個地標性的 發現吧 移잭 看一下 那如果在這邊蓋 巨點 會不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他是一個地標性 3點 地標 那這個 我還是可以蓋吧 站理領土 哎呦他這個要花20點耶 為什麼 地標是哪一個比較好 16 地圖說起來就看到地標了 就是說 喔你是說這個喔 他這邊有寫說這個 喔他這邊有一個河 這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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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把他佔領起來 我就是 所以剛剛有個人什麼鎖定這個意思 就是說這個河流被我佔領的意思 他已經宣誓說這個領土 是 幾歪 大概這個意思 這就是我的 誰都不准跟我搶這樣 被搶走加成眼 所以我要自己手動過去 這樣比較快 因為他這個 移動人太多 看一下 嗚呼 所以我還差什麼狩獵 上面一個 一個 兩個 我看到敵人了 現在打不贏他 看一下還有誰 想去找他幹架啊 想去找他幹架啊 說我打就打 這一次一定要勝利 這邊還不能動 還有誰沒有動的啊 直接下一回合 有事件呢 喔這是暴力的狹潛 他剛剛一定是選這個 所以他戰鬥力才會是2 讓我想 我看我怎麼那麼多人啊 先 暫停 所以他其實不管宣示在哪裡都沒有差吧 他怎麼那麼快啊 喔有了 要等他建立好嘛 所以我先往這邊走 有點 完了完了 他沒有格數了 兩個 要找到一個了 兩個 結束 那會不會打我啊 不要打我好嗎 欸 又有長矛巷呢 應該是換誰啊 換我吧 喔 對了 這打他20 拆分3個 這路有多少食物啊 打矛巷 路 打矛巷 兩個喔 地形的加成會影響到 這個尷尬 我們要穩的方法好了 就算虧本吧 多鑽石 然後 把他 咦 他下面有那個點數 然後 這個 先拿 然後這邊 喔 剛好 這個動一個就4個 結束 結束 欸 所以我到底在自己的零土內會不會自動增加糧食啊 我看一下喔 好像會有 一格會加1吧 加1要加到民國幾年 呵呵 現在換我吧 現在換我了吧 所以路是多少啊 看看好了 把它拆分 先分離吧 轉移 然後 路 剛好這個20嘛 剛好直接打 應該路沒有比那個長矛巷強 那加多少 獵人之星 我有40點 所以 進化的點數還是有影響吧 就是 大家留給後 就是 前人的努力 後人的收割吧 OK 才10點 可以動3 3 咦 這個盒是不是還有別的地方啊 怎麼還沒圈起來 還是因為還沒建完 還沒還一回 這個 這個上得去嗎 這邊繞一圈吧 先往下 這還沒有行動回 看一下 2點 登場品 快了我再兩個我就可以晉級了 他是食物喔 他不是古代的那個 東西 狩獵隊 還有誰 結束 咦 為什麼不能動 還有一個沒動 咦 你錯 繼續找 咦 他現在到底是第幾回合 怎麼突然 咦 這個還沒動 結束 咦 對呀 右下角 退後 退後 失勢之星 有了 他怎麼一次突然爆增2啊 所以 每個加的是不一樣 哎呦 2點科技點 他這個有說 又可以進化 文化的選擇 歷史上帝國發展出 受本身 是 什麼 特質的影響之外 也接受 什麼 交流的 熏陶 你可以在這個融合不同文化禁制的帝國 組合有很多種 那所以以下是上古時代可以選擇這個文化 埃及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文化特性遊戲中有7種特性 神美家 農民建造者 擴張主義者 商人軍事絕像 科學家 這什麼 以背什麼位置 所以他他這個還有先搶先贏的 所以我就會沒辦法選擇就對了 還有這種刺 現在剩幾個可以選我幾乎已經沒辦法選我只有三選一 三選一 再說 種子必須下根采龍剎的生長 那是一個生產大國 埃及的影響力工業安定度減少 但是他有他們的兵種戰車 這個是 商人 為什麼安定一定會減少 那這個是要有海域的 這個沒辦法 然後這個是州安定度增加 這是科學的 真的是挑勝的 每一個研究員量10加1這是一個科學王朝 他就因為只能挑勝的我也沒什麼好選的 他可以看別人的 他們都把好多選走了 把他去這是戰力 我看一下 246戰車 安定度到底是 算了我要選埃及 採用 採用 那個 這是文化的傳奇特徵 是會一直保留到最後的 遊玩修飾 遊玩修飾 每種文化都不同特徵 特徵會隨著時代眼鏡融入更多 他說這是你的象徵性 兩個都只有 兩個都只有在此文化可以建造請注意 兩者都需要特定的科技和資源 然後 OK 哪家車輪 文化 請花點熟悉了解這個上述的內容 資料量看起來 令人 眼花撩亂 但經過幾次游戲之後就可以完全找 我意思就要死 要重來好幾次 他說在遊玩初期我推薦遊玩符合喜好及吸引的文化 別過度思考文化選擇 他意思就說你不要想那麼複雜 就先轉著轉職再說 他說在你們介紹演化兩萬開啟 這是他說的 我轉職之後可以幹嘛 看一下 這個單位也是一樣 我到底 我到底轉了沒還要再等時間 帝國畫面 他說 帝國的進度 成就和傳承 中央目標是會顯示在 時代之星的目標 3等 我還是有慕民主 時期時代 他說你還會上路進路下一個 這到底剛剛是有進化還是沒進化 下個回合才會升級喔那只能繼續等了吧 繼續等 所以我要先因為我是馬車加輪子 意思就是說我得馬在這邊我要積極的擴張這個區域把他佔住 如果按照概念就是這樣 我要往右拓張這邊有馬 所以我要趕快先搶先 輪子好像沒看到一開始就有輪子 這不是跨時代的 那個 技術 這人是科技喔 所以只要確保馬就好了 那就趕快去牆 壞牆 如果是要科技代表我還是得要繼續去 彈領一些 地標性 這邊還有一步 下一個 這樣可以先去把他佔住 搶下那個 部落的傳承 你正在站在這個十字路口 部落已經經過殘連累月 已經慢慢的學習這個世界的奧秘 如何處理 隱藏在 深處及各種素材 為部落帶來優勢 他說如果有效的收穫這片土地 以及海岸的動植物 神話故事 可以 讓我們有這個力量 但是 看一下 現在你必定 不過在未來時代中要磨練哪個區域的知識 你會以製造者農民還是說書人文明 這我完全不知道什麼 他就是只能看你要走哪一個吧 傳奇的特徵 他會幫我解釋 喔有耶工業加1 糧食 我是工業的話但是我選工業沒有意義吧 自己走工業我應該是去 彌補這個 缺少的部分吧 是 想一下 我要 我要農民 我覺得食物才是根本吧 總覺得食物才是不管是哪一個時代都是 最需要的根本 沒有食物養不起人 我看一下 下一個回合 喔 還有動畫 他是每個國家都有專屬的動畫 這是埃及的吧 還是只是通用的 因為感覺這是埃及用的吧 一個時代 對 要以埃及人進入這個時代是讓我猜你留下 留下怎樣的足跡也沒有獎勵 上面一數 他說 你的帝國消息已經傳遍了這個地區 有外交手段 那麼多事情 他說他已經被鎖定 我現在還沒鎖定住 這個盒 盧魯斯 盧魯斯 啊這邊還有啦 所以我要想辦法拓張這邊好那就拓啊 拓好拓盲啊 我靠要把整個盒吃下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那個盒 洗劫中 我進化了這種東西 欸 欸 這個 你的第一座城市你可以 現在你可以建造你第一座城市 你的首都 選擇你的閒少戰 進化為城市 建造城市是 必須花費影響力 但建造首都是完全免費的 這個吧 我怎麼把它變成首都 那這個 然後 被擋住了 然後 被擋住了 為什麼說明被擋住啊 呵 呵 這 等一下 喔有他是說這邊 富屬領土 前哨戰屬於第一個 城市 該城市將受益 與 富屬領土的 資源 開採 但 什麼 領土的建築物 將無法繼續在地區 使用 城市和前哨戰的建築物會列為在一起 前哨戰成為 城市的富屬領土之後 你可以無償解除富屬關係 但如果想要再次設富屬領土必須重新 支付 富屬的成本 只有城市和 富屬屬於城市的前哨戰會納入主義者 計算 意思是說他升級是不是 富屬 外交開端 這個 你剛與 另外一個人的 高層會面他會不會是 朋友也是敵的 他可以透過外交獲得關係 外交對於你自己的發展很重要 你可以加強彼此的關鍵 確保朋友之間的合作或是宣戰 外交 好多 城市是你地狗的命脈 管理得當你可以看到文明的 中國發展 城市是你建造地區基礎建設 軍事單位共享計劃 的 公眾意識的地方 他說 城市 丁選上的月亮圖代表你的城市處於 閒置狀態 在遊戲中任何閒置 城市將 在遊戲中的任何時間 城市將無法處理 閒置狀態 因此你需要再 回進去開競建設 部屬 第一項工程 在這邊 可以讓你管理這個城市 將你把他移上去的時候 頂端會有的人口 防禦值 花點時間建造一些 工程清單 好看一下 月亮圖是這個吧 閒置 農民區 安定度減少 為什麼安定度會一直減少 是因為我這個城市之後 然後但是他說完成之後安定度加死 因為這個 埃及的特性就是不知道你幹什麼都會安定度減少 因為他爐益了 但是他又補了一句話說如果你完成了 這個 時代需求的話他會再把安定度給回升 所以我要看這個 城市不一定 我看一下 所以我的需求是什麼 在帝國 建造六個地區 像你這樣富有建造者可以從建造者 獲得更多 他意思是說就是 我要一直蓋吧 使命的蓋 蓋好蓋嘛 這樣 燈茶 這個125回合共眾儀式 在租場建立這個 那我現在安定度到底是多少 看一下 現在是80 安定度沒會調 這樣子的調整物 極極可為 他說如果介於39還會持續 那工業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產 產能過剩這些多的能量會被存到下一個 或是儲存器 我看起來他沒有產 他沒有幫我保留 平衡政策 那我現在到底要先蓋什麼 這個都要16回合 如果我現在就蓋金字塔會不會太扯了 23回合 是不是 馬上來先 先蓋農業吧 喔他這位可以選擇要蓋哪 加8 加4 看一下喔 這個最多加8 那個 加2 他哎 對啊他什麼都要扣糧食 那糧食還是萬物的根本啊 金字塔勒 先蓋糧食好了 對他現在就是要進行 用錢買斷 撒錢直接生成 對這個也可以繼續蓋吧 附屬 所以附屬是不能做任何事 看一下 他現在到底是不是附屬 好像不是 他說你已經解鎖科技了 科技還不久能研發 喔 時代之星與神旺 你至少要解鎖7個星星才能退到下一個階段 第一項科技 他說你在帝國發展過程中要扮演這個 關鍵的角色你的科技將會持續不斷了解世界的秘密 就像你的城市一樣因為很繁忙 科技會帶來新的地區新的建設一些資源 好 輪子是哪一個 訓養 立法 看你要解鎖什麼 工匠取良傷 先這個吧訓養 看到我的敵人他外交的按鈕在哪裡啊外交手段 外交的按鈕是直接點這種嗎 外交畫面 成為你心目中的領袖吧尋找這個關鍵 他在我隔壁 外交狀態和平 他現在對方 戰爭資源 戰爭資源想象徵你的人民的 對特定帝國的敵意 可以說是戰爭的燃料 燃料用完之後人民的世界水之瓦解 這會迫使你接受投降 因此 要是你發動對外的戰爭必須了解這個戰爭的 資源和他投降的關鍵他現在是對我想要戰爭是不是 有點 加2 分業關係 你可以使用 外交能力 例如突然的宣戰和提議同盟 奇喜宣戰提議同盟 這個同盟 猶豫不決 貿易是什麼 我剛 他說你可以將未開採 某個未開採的 資源或戰爭物資 且屬於可以交易的地位 便可以購買這個資源的開採權益 開採權益是我去他那邊蓋 協議 這是一個戶不侵犯的協議 好 忍耐衝突是什麼 戶不侵犯協議 至少先選擇這個吧 提議 我們可以共享這個利益 然後他說你收到反向的提議 你提議遭到其他陣營反向你可以提出用金錢換取同盟 如果你無法 你要求 數量交戰強迫拒絕他到底是拒絕還是同意啊我看他已接受但是他顯示卻說收到反向的提 而且重點是 被他打住 他說接受你的錢 沒錢免談 拒絕 他拒絕 所以 大家選擇不全的和平 所以大家都是 那就沒什麼好看了 社會埃及 這是 這是什麼東西 檢視國策 這是看我的領土吧 這是死藥錢的這群人 等一下這個盒到底 延長多深啊 他斷在這邊代表我只要把這邊封起來就好了 然後 你這個領土來看 為什麼線會有分實線跟虛線啊 實線是代表 主張嗎然後虛線是代表邊境嗎 看一下 前哨戰 所以 他附屬的程式要怎麼建立我剛剛研究道理辦 將你的錢轉換成程式我幹怎麼那麼多 他說 要160 首都 然後有耶 復屬 他說 獲得 一個前哨戰和復屬的 臨近的人 但是這程式會受到安定度的懲罰 前哨戰是 不會有安定度的問題 就是 要死也不會死 一起 越來越貴啊不管了 他一發該地區會有鄉民資格 他附屬怎麼發比較快 你再可以建造 他說如果 建造工程要好幾個回車 層次產出的工業越多所效為越死 喔 原來如此 所以工業是加速你的建造回 那我這邊不就受恩惠嗎 看一下 真的也變快了 工業就是還可以分離 他說將領土的文化轉化 在 社會是什麼東西 正在轉化成埃及 他要把這個地區的人就是說 這個 那個 他意思說 因為我現在這個還是復屬 所以你要把這邊洗腦成就是你是我這邊的人 轉化成 應該是這個意思 洗腦 看一下喔那這樣子 金字塔 突然變得很快 但是工業會越來越快 8點 食物 我看一下喔他是一吃在一起的嘛 所以 像這個 新的地區必須放置現有地區旁邊 不過因為這是你的第一個地區 所以他會放置主場 旁邊 看一下喔 5點 所以工業的好處就是你的建造會比較快 地區效果 哇 但是他扣好多 我蓋什麼都會扣 可是 可是他這邊寫說完成又會加 到底是會扣還是加 等一下 他說完成會加死 但是蓋都會扣死 這意思是說 最後還是變成零 我就不用擔心那麼多 應該是這樣 大概吧 他說 你遇到其他的 又是一個我跟他講說互不侵犯 然後他要給我錢 又要錢的意思 他說我不太認識你 所以我要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然後我跟他講 這根本什麼都要錢嘛 氣死了 可以 可以不用錢的 合作嗎 看一下 這個是 這邊還沒有東西 看到他的那個 我先想辦法佔你這個山區吧 這個合嗎 所以我應該選擇先 不管了先往這邊推進吧 先把那個 馬給搶下來 建立你的宗教 他說當一個城市的人口 足夠之後可以建立宗教 產生信仰能讓 這個宗教傳播時 解鎖有 你就加成 聖地是特定的地區 會增加你的信仰 每一個附屬領地的數量 附屬領地的數量是一格算一嗎 人口 領地比較好 因為我要是人拼了 噴掉的話 領地自好還在 然後呢 多神信 這個看一下 教義 教義代表的宗教原則 很挑 你的宗教有足夠的信徒使 解鎖教義 每個教義 特定的 遊戲效果 能反映出宗教代的啟示 下方會告訴你需要多少的信徒 國教 你可以在國教下 名稱下面找到相關重要的資訊 一般而言 宗教的理修就是這個信仰國教 掌握大部分聖地的帝國 聖地是特定地區會增加所在什麼獅子的信 萬物有靈論 然後 信徒是追隨特定的 埃及多神教 這個也可以可以自己命名 蠻頭教 這個是讓你自己好玩的 前往教育畫面 這是教育畫面 等有空的時候可以這樣有標教義上了解更多的效 然後請注意教育有什麼階級區分如果教 畫面又是有什麼 累積夠多信徒可以提升新的階層 所以我這個也要練等就對了還有分教義區塊 我靠 剩下三個 他這個還有什麼龜信 所以 所以 我懂他的意思他意思是說 現在是因為我才剛創教所以我要省時間去洗腦就對了 就是 把他洗腦也要時間了照他的意思說 聖地 該回合 恩 現在是幹嘛 為什麼突然我選錯了嗎 我要跳下一個回合 為什麼一直跳這個 他說擁有層次之後結束就能進所有的建造工程 或者四大產就更多 有了 因為我訊息沒有看吧 他說我的人口增加有事件 你 我們憑什麼統治 是全新的國 國策合法性 你第一個國策已經解鎖了 國策可以視為習俗傳統和法律的集合 你能創造獨特的社會制定帝國 遊戲情境觸發國策出現因為有各自特定的 外觀條件 顯示細節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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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建國神話 國策有 兩個組成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對應觸發國策的情境 再來選擇回答形式 在國策投票會影響到影響力 國策的效果 跳選國策是你可以選擇任意的項目 不過每個途徑都可能在好幾個了 什麼領域 對帝國造成影響 國策甚至可以解鎖新的遊戲機制 除了這個效果之外 國策還會影響到 帝國的意識和隨之產生的加成 可以投票了 如果你有足夠影響力的話就可以選擇第一個國策 如果票的話只能稍後再來 這要幹嘛 自然權利 我們主張生來就有主宰土地和野獸的權利 我們至高無上因為我們是被選中之的 主廣場上 什麼叫主廣場啊 主廣場應該是指 城市吧 他現在為什麼是往右邊傾斜 右邊是 進步 他說著重於改變 尋找新的思想 質疑傳統的 然後右邊是 所拆起的是慣例 拒絕以新的試探 在領土的信仰 右邊是 我懂他意思了 看我要走傳統還是進步 但要進步 所以我現在應該會 我現在應該會加 我要進步嗎 我要進步嗎 我要走傳統嗎 我要進步 可是選埃及應該是不進步 選埃及 算了 這樣有點 以偏概全 就直接這個吧 進步 還要問嗎 很簡單 我們一直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這個 所以這是我們的地方 所以 合法性 喔 所以他兩個我現在選的合法性 這個有點天賦概念 你就是你要不要花天賦 影響力去點那個天賦的感覺 可是我要先蓋土地 我要先把這個盒給佔領 我現在不能浪費 我想一下 我要把這個盒給佔領 所以我要 所以現在不要急著 你看一下 佔領 12個土地 這樣連得起來 這個 還差一步 就是看你怎麼去分配這個感覺 有效的利用你的 你就是以權衡啊 這樣講比較正確 看一下 啊找到死物 這發展吧 所以你的 探索並要持續的去尋找 新的 這個增加影響力的資源 巢穴是什麼 危險的野生動物 還有巢穴 哇 這個盒 我現在剩35 他原本要20 所以我只能花15 好逸喔 這樣有點不太夠 看一下 他佔一格是 到底邊境可以開多少 這間距有點難抓 算一算好了 好像是 左 左邊各兩格是不是 我看一下 左邊各兩格 不對這又不太算 虛線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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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如果我在這個領地內佔領這一塊就算是我宣示完成 就是說像這個我找一佔領這一塊如果沒有別人我就會是我的 那如果按到這樣子 所以這邊佔一塊我這邊佔一塊的話就save了 這邊一塊這邊會拿下來 然後這邊一塊的話 這邊就會拿下來 可是因為我現在 這個資源點不夠 所以我看一下 這邊要先蓋 那我這邊要先蓋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反正現在有會 那我這邊先蓋 只是說蓋的點的時候你要看說 他那個 那個首都家的資源加成 這個是最好的 有了 所以他就 他雖然還沒蓋完但是他有點像是宣示主權的概念吧 我就是先宣了所以 其他人就不能這時候 這是我的 誰都不能跟我搶 然後他人口增加的話 這兩個差別是什麼 淘氣喔 不對 偵查兵所以我都沒有那個 現在只能繼續建造 偵查兵嗎 成本 為什麼他有一個成本 他現在單位有點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 他這個也要 所以有點要4回合 所以其實在之前升級的時候先多生產的比較重要 照這個概念來講 因為他在進化之後變成他的需求變得是很微妙 前面如果多見到人 進到這個階段就不用消耗太多的 日元再去生產 他這個大概可以理解他每個階段的玩法 前面如果可以農食物的話 他在進入下個階段的時候就那個 那個 可以 嗯 城市畫面 你說什麼 城市不就這個嗎 城市不是這個嗎 平衡政策是什麼 城市 畫面 你說這個 城市的優先順序 喔 這是幹嘛的 著重發展就對了 喔 喔也如此 專家政策 科學 人口都去做工就有個快 好 我看一下 只是他這個 這個影響好像是下一個回合 因為現在改好像是以這個回合為影響 那我看平衡是什麼 就是取 中間值 那沒關係啊平衡吧現在先 就這樣 嗯我知道可以細條 先階段就先這樣 所以 下一回合 只貿易贈品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和平協議 是 只貿易贈品 只貿易贈品 可是我也可以不鳥他吧 他只是說我們現在如果要貿易的話 現在先就只能貿易 正正 可是我也可以 這只是一個協議吧 但是不一定 到時候貿易一定要接受 啊 幹嘛反正是先接 好就這樣吧 喔人真好 被接受 先這樣吧 他說說實話的我好久都沒開心 那你永遠沒能過得很難過嗎 他說 這是 他很久沒這麼開心 雖然意思他每天都過得很痛 但是他這 他有點可憐 有點悲哀 算了不宜他 所以他到底是結束了沒有 喔 所以我按結束之後 邊境傳 怎麼又一個 他的AI是設定 是因為難度都直全的這種嗎 所以我這樣結束的時候會跑邊的 回合 然後 他會先顯示這邊 這邊秀出說有什麼 外交手段吧 好 那 看一下 那我剛剛可以建造 他是先來這一個 站臨 只有30影響力才會增加啊我懂了 因為下面蓋之後我這邊的預算就會拉高是不是 哇 預算不夠 預算有點不太夠喔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 因為你時代進化之後那個 你野外收集資源那個就沒了對不對 所以變成是 其實你也可以在前期囤多一點影響力 因為他這裡前面的影響力 因為現在變成是生產制 就是玩法到某一個階段又改變的關係 那我現在這些人可以幹嘛 因為他 他這些人變成是探索沒有意義了 現在我其實當然再去探索已經 已經沒有他的那個 重點 那個 反而是 讓他們回來幫忙在這個家裡四周 避難 對齁 避難所 這個閃亮亮是怎樣 好亮喔 好啦回來吧 避難所 我去打避難所 這個吧像這個吧 可是他這時候打獵意義在哪裡啊 打獵有錢 真的嗎 那如果按照路45塊錢長矛巷應該就10塊錢吧 如果按照他那個 規劃的話 並有經驗值 然後他 他形態已經改變了是不是 經驗值 哪邊有經驗值 哪邊有經驗值啊多重選擇是什麼 經驗值 在這邊好像沒有特別秀 還可以砍伐這個森林 配貨的加成 經驗值 好 那現在 就是 又變 我覺得要調適吧 每個階段不同的玩法 你就變成你其實要玩過一輪之後才會知道就是 每個時代前跟後要幹嘛 因為畢竟 要提早做準備的概念 現在沒辦法蓋 那這個先 倒過 下一輪才可以蓋 要玩很多輪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狀況就是建立在這個 就要一直重複 他說可以頒發一個國策 國策上影響力 但是我又不能浪費 因為剛剛他是有跳動訊息 意識形態 有國策會影響到他這個數字的變動 然後會有不同的加成 這個有什麼加成 等一下 因為我現在往右偏了 所以會有安定度上會提升跟科學 這樣也好 因為 因為我的 流派是會扣安定度 然後他又往前升 就這樣吧 他們已經改信心的宗教 有新的不滿可以使用 你可以要求賠償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 前置軍隊 隨著擴張你的軍隊也先逐漸擴大 如今軍事力量數個軍團 試搜決定註冊 帝國之刃 我們的帝國為了誰而散 有時候 看見什麼事 欸 What 我不知道敵方強不強 但目前看起來他比較強 因為我只有一個軍隊喔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手動 欸 等一下 單位跟我對啊我在想是不是 看一下左派 安定度假如 象徵性的地區影響力降加 然後右邊是 視野範圍增加 這感覺 右側怎麼那麼廢啊 左側法是 左右 還比較強一點 戰鬥了 可是為什麼合法性 他這個是說不夠啊 對這個有點作弊吧 就是 前面在打仗然後後面突然頒發政策給他一個圓端的 直加持 所以我現在是要先選這個 可是這樣的有加持到嗎 他的位置 比我還高 這個吧 這個是代表我的勝算還蠻大的 我比他強一點 他一定沒料到我突然 這個加持buff 這個走左邊會比較痛嗎 為什麼他突然換個位置 真的耶為什麼 等一下到底這個我是死還是活啊 等一下我有點看不懂 所以是 現在第三回合我是不是選擇要先往後退比較安全 第三回合是我動他在動嗎 欸到底是我動先還是他動先 現在有點看不太出來 攻方線嗎 所以 可以 那我現在現在是我動 所以可以把他趕快撤走他就save 然後 可是打我的人 的位置 我要趕快撤走吧 恩 恩 好趕快撤吧 快酸喔他在這啦 欸 所以他他他他他怎麼那麼快他打我之後就馬上跑走了 是這個意思吧 如果我要安全的撤退的話 我要安全的撤退的話 沒有沒有一觸是安全的 我想一下喔 我應該往哪邊走會比較安全 啊 他今天卡在那邊我要過去也是會走 這個這個這一隻應該沒救了吧 那他為了火路就是往下走 等一下我應該算步伐吧 他剛剛打我在這邊嗎 他打完直接到是這一個軍隊嗎 喔 1234 走線好了 可以按撤退 好啦這樣吧 先歸來這吧 生命自有出處他就是在那邊自己想辦法 哇結果我要蓋這個來不及蓋 哇黑色也站點 為什麼這邊有點黑線 是我搞錯了不管了 這個的話繼續等 喔 我有不好的預感等一下他會跑來打我 所以我現在 四面楚歌 他說象徵 聖帝 可以提出不滿 你可以隨時調整這個 順序 這什麼意思為什麼這邊還有一個建造 這是我點到是不是提出不滿 看一下 壞腳 可是跟他提出不滿有什麼意義啊 攻擊我翻不滿 他說不滿是提出要求 採取永遠的原因 以回應一個帝國對你清理 當不滿被觸發之後 受害證你將會 戰爭之主將會被增加 如果使用這個不滿 解決 你可以使用或是永遠 可以利用或放棄 我覺得羞愧就會向你賠錢 維基分野 他說佔領我方邊境 是因為我踩到他的土地 然後他不爽嗎 然後他就跑來打我這樣 然後我說我要求 請注意每當你接受要求你的戰爭支持度會增加 靈土相鄰嗎 靠 他就在我隔壁不然也是怎樣 他說 他要求什麼 邊境衝突 給予 我方要求 他支付我100塊 他說 要求你 賦予他們 用塔1加 塔1加是什麼 恩 塔1加 這個這個名詞是一個問號我看一下 我要怎麼查 要求會上台叫動機佔領 恩 他要我給他領地喔 我看一下 但你我方邊境的你在吃屁嗎 所以 拒絕要求 他說這個地 這個帝國只在虛張盛世他有兩個選擇 撤回他們的 宣示 撤回他們的宣戰貨幣 對方可獲得戰爭資源 所以是如果我今天不選擇 我提這個要求如果不做一個回應的話 就是我會有這個 撤回你要求降低衝突 讓衝突降溫 我方獲得戰爭資源 還這樣啊 先抽個檔 先抽個檔 他怎麼搞掉了 所以 他的土地是在這 他說對方的 你是說電腦的AI設計吧 外交 我看一下 他現在40 所以我現在先 先不要理他就好了吧 因為我要把兵力集結啊 如果照他這樣講的話 要打仗前也要先把我的人都叫回來 不然他這樣有點太鬆散 我其實也沒多少兵力321 為什麼解鎖了 他說時代之星蓋滿7種遊戲性每一個3個目標 什麼意思 農民 人口吧或單位目前時候剛好在達標 不是這個 但他說我打標是這個 要看哪一個 我沒有半個達標 他為什麼說我已經有一等星了 是因為 他這是百分比的 就是他有個基本門檻吧 12算是打標一半吧 所以就一星這樣子 喔 前哨戰面板 看 看時代之星 這我知道 前哨戰 哪邊有前哨戰 嗯 城市 一個城市 這個還沒轉化完成喔 等一下有點 他不是轉化完成了嗎 怎麼這邊也是叫前哨戰嗎 這叫城市 嗯 有點 我想一想喔 喔 他是副屬所以叫做前哨戰的副屬啦 但是因為 我沒有把他變成城市所以他還是喔 大概理解 然後 我要趕快佔領 為什麼他有推薦是建造這一個 那這邊有一個亮點 兩回合 等一下喔 他推薦是這個是因為這個比較好嗎 16 11 好像這個真的比較好耶 不對這個也不錯 只是我不懂為什麼他要推薦說建造在這裡 而且這邊只要兩回合 這樣他推薦我就蓋這吧 有了 有了 他的邊境在這邊嗎 我這種東西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是 這是一種動物嗎 結果他的他的主堡在這 這是 沒有他這是未知地區啊 我他挺多好大喔 我真的打得贏他嗎 一盒吧 一盒 覺得他這邊凶多吉少耶 如果 他直接回衝好了 衝過去 走這也可以吧 感覺就集結吧 集結的時間到了 就這樣 好像沒什麼好做的 因為感覺第二個階段是完全真的是影響力決定一切 如果裡面有影響力好像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 就這樣說 煩濫之地 他說這個綿延不絕的好雨 席減了這個大 大都會和周遭的土地 如果這雨勢不快點停止的話會貫穿這個 城市的主要的河流 你必須在這邊 會淹沒住宅去 你必須在時間和資源有限的情況 做出一個嚴峻的決定 好賭 會有個可怕的結果 跟 花60塊會有這個 我根本沒辦法做抉擇好不好 好 我的錢根本不夠付啊 那就好賭吧 這個根本就是我沒辦法做選擇啊 所以 人口增加 我已經學會怎麼訓養了 車輪餒 來看一下喔 伐木場 每個 鄰峻的市集 他說建立在採集地上收集珍貴的資源 因為我這個整個土地上沒有半個珍貴的資源 城市的防禦 人造水鋪 車輪好久 因為我的科技點太少了 先解條件必須要先取得嗎 那我應該先想辦法 賺錢嗎 自己 糧倉 我覺得有點不切實際耶 這個有點久了 戰車 所以還是先看要出戰士還是要出攻守 城市的防禦 對吧 先拿個戰士好了 不然我現在這是偵查兵耶 根本都 這戰力薄弱 他說 下個面板 這個面板可以讓你快速演做下一個科技 這個還好 他升級之後的 最多的是人4個 那其實等一下把他們聚在一起 前面雖然是分開是比較有用 但後面好像聚在一起比較好算 我是不是可以合體了 等一下看一下 兩步 等一下為什麼 啊他不能爬下去喔 嗯 嗯 好像蠻白癡的 避難所 洗劫避難所 要怎麼洗劫啊看一下 洗劫是哪一個啊這個吧 獲得資源 征服的地區殘短根據洗劫軍隊的戰力 什麼意思 對洗劫 看一下 22塊 地區如同單位 呃 地區就如同單位 一樣具有生命值 如果地區照到洗劫生命值會輸出就減少 強化地區來增加生命值 是因為我的軍隊太薄弱才22塊嘛 意思是說你要拍一個比較大的去洗劫也比較划算吧 好像沒什麼事可以做的 他說你洗劫成功了 所以上面會有一個錢 嗯 你洗劫一個動物保護區 洗劫戰力品會在上面的視窗 他說持續不會再產生野生動物 可是我記得他不是說之後還會再生回來 還是有 到底是 因為我剛說看那個洗劫是有機率 一段時間他會再補回來 這看起來感覺 真的是 洗了一次他就沒了 直接成功 我想一下喔 那他先下來吧 然後 他是四步 所以我跟他先合體好了 欸 喔 喔他合體我想說怎麼突然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進來補血我再跟他合體 我們就有四個人了吧 我自己都嚇到了啊 我想說 那怎麼倒了 所以他這個蓋完了 你說蓋這個 淘氣工廠 祖廣廠 他說無法取得 這個部分可建造 是因為你還沒出夠絕對的資源 建造這個喔 還可以買一段建造工程師他生產比較快 18塊 單位的建造 因為我沒有馬 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 他可以馬上買 為什麼我沒有選這個農業區他就自己先生成了有點不太理解 還是我我點錯是不是 因為我想說我要點這個的 他說他 他複屬之後其實他們就合體了是不是 我好像有點理解複屬跟 升級層次跟複屬的那個概念 我大概懂了 我想說為什麼那時候有一個選項 我沒有點 原來是因為把他吃進來之後他的 牌序變成他的 那這樣子 那就先花錢了事好了 他說你建造一個象徵性文化的景點 這是全地的象徵 那所以像比如說我下一個要蓋這個 OK 他是在那個主城堡裡面 所以他會直接在這邊增加 然後我有37點的 合法性 國王的恩赤二代就出了 那全名叫什麼怎麼演什麼 國王的恩赤 他有一代 他的英文名稱是叫什麼 我查一下好了 怎麼演手啊 是拿著一把劍的那一款 恩 我有這遊戲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看一下 我真的是 沒辦法 幾乎那麼多 我有玩過嗎還是我只是買了就沒玩啊我知道我買了就沒玩啊 難怪我沒有印象我看圖我知道了但是 我是不知道當初為什麼買的 可能是懷舊吧 我知道這個我沒有玩但是我有買 他有一個組合包我想說很便宜就買 可是 後來都沒時間去玩 哇這個雖然可以進行可是我現在 一開始就浪費了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左派是這個嗎 這樣其實很矛盾 你往右邊走 你現在選往右邊 可是你的選擇就變成你只能就是盡量往右邊 偏向加成才會越來越強 可是如果你一直走中間 其實我蠻疑惑的就是 這樣不就等於在中間那邊如果你現在選左邊比較好的話那不就等於就是一直在來回 好來防右邊吧 既然要右邊就右邊到底 部署前到他的成本 吸納城市的成本這個 沒辦法吧 發明文字後 他這個太快了 所以 還有什麼可以選的 我的宗教這個到底 唉唷我吸收幸福了 好 看一下 把下一回合 22塊 如果我現在冒了跟他開戰 我只有8隻軍隊 他走到這 他現在73了 奇襲 我若主張會不會 喔 如果我主張 他會反而比較不好 這個一開始 都還不懂的時候就主張戰鬥到底好還不好 一個檔好了 走進去好了 他說你必須先宣戰才能執行這個動作 所以 他這個也是同樣概念 要進入他的領地 下去看一下 那我看到他 交界處 先去集合好了 我實在打架了 我實在打架了 因為他等一下應該就會宣戰了 他看起來就是對我很不爽 我要趕快有馬 可是必須要先佔這個 哇 哇那個可以附屬但是一個附屬要64 會 你 等一下 我發現 這個盒有一個很靠北的問題 這是 所以我現在沒有把他附屬起來 這個盒就佔不起來 是這樣嗎 看一下 不是 不是吧 這這條 他好像沒有還沒有加成 而且那個附屬好貴喔 看一下什麼 這沒什麼好做的 下一個回合 煩濫之地 命運 建固著你 夢非是上方的天空越來越陰塵 洪水即將無 曹洪班 什麼 浪曹班的 覆滅城市但突然間烏雲散去 與世也變還了 之後 出了好幾個大太陽 洪水也不再是個威脅 命運之神 眷顧著我 這也太爽了吧 這就是 有做好事的保佑 很像魔法嗎 對啊我就之前看好像很像 所以我才買的 但是後來買就沒完 這個大概是這樣 當初應該是看到這一點 他這樣子的話 我想一下喔 因為像我這樣錢有在增加嗎 我覺得要買斷 因為不然影響力加太慢 看一下 這個是 還可以蓋什麼 金字塔影響力加1 跟聖地 這個金字塔蓋蠻久的 金字塔 而且我人口好像 是爆了 每5個可以增加一個人口 英雄無敵的前程 公眾 公眾 但要嘛就是蓋這個要嘛他繼續蓋這個嘛 但是 10回合 有點久了但是影響力會增加 看一下 加3 這就只有加3而已 那蓋在這邊呢 喔他這邊加成比較多 可是蓋在這邊不是很危險嗎 蓋在哪可以蓋呢 3 這加能力太少 如果要是蓋在那邊然後我那個層次被打走好像還蠻危險的 雖然那邊加層次比較好 但是 蓋在手錄旁邊這種象徵性的會比較 6那就是這個 然後300多塊 然後 增長兵他是不是快開戰了 他快爆了 他快爆了 那我趕快先集合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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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欸啊 因為我沒有在我的領土所以我那個血量很少 等一下這個應該要分離出去 回去補血才對 因為這也不是我的領地 OK我大概懂 OK我大概懂 他應該要回去補個血再來 下一個回合 其實他應該不要這樣 他應該要來這邊 因為我只是覺得他等一下下一回合 不然就下下回合就會跟我宣戰了 城市防禦 他進攻了 他進攻了 他不滿 緊急事件 他說 說 孟非是兩間的事要爆說 爆發了一個出乎掉的對立 他們分別有這個代表蠻頭教的不同教派 其中一個是要認為宗教這事物應該由男性來處理 另外一個則是要女性 孕育生育生命的能力 因此他們對這個事物有一些 更深層的理解 你必須 在當地 居民開始爭吵前 平息這個紛爭 誰要當 太陽 這個是 這個也會影響到事件 所有人 可是這不是我的紛爭 要求賠償 要求賠償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等一下 恩 要求賠償這是之前的外交事件吧 他已經到達80 等一下 科技沒有啊 OK我是不是可以開戰了 遙望塔長矛兵 但是長矛兵要那個失線 那先這個好了 攻兵 要打架了 其實站在這邊就好了 用太多了 看一下 他先加入進來 然後這個他是有 他加入進來會把他的行動點給吃掉 看一下 60 我是不是應該先連結他 連結 連結 還不夠差一點 他現在在介紹這些 功能組廣場 四大產出獄 戰士要6回合好久 那這邊可以來建造領地 等一下 那我應該先在這邊 宣告才對 我想一下 但我等下打仗這邊就有那個 加持 12 8 他說 他說態度變了 他有不同的觀感 他應該是 暴墓了吧 我直接在他家旁邊一直狂改 所以我看一下 目前是敵意 那他下一秒一定會突襲 所以我現在直接如果跟他硬幹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好不管了 我要開幹了 那太麻煩了 3TT 所以我現在奇襲是讓 這個有點像是他的那個吧 戰爭因素吧 所以我現在戰爭因素這麼弱的話 會讓我的這個減弱 提起會幫他增加 暗圖 我要等他宣戰還是我要先奇襲他 因為這個概念真的是 有點尷尬 戰爭資源 他加出那個 那個力這個應該是戰力的意思吧他加超多的 龍忍 我應該繼續 等吧 那個戰力只加暴奪 所以他原本的攻擊是10但是因為他的外交的那個這個 燃料啊他幫他加到3 3 欸減少了 4 我減1喔 要不要開戰啦 要開嗎 要開還是不開 開的感覺是我 自憋 開看看好了 他說你正處於戰士之中 那是加攻擊力啦 哇靠打破了血液加10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該不會等下變20啊 沒有 沒有耶 那個算法到底是怎麼算 等一下 啊沒有沒有啊那個啊沒有啦那不是加攻擊那加下面燃料的意思 幫他增強 不是攻擊力啦我誤會 他現在又加更多 好啦 開戰啦 攻擊 嗯 立即解決 呵啊 反正可以贏的話就讓他自己打吧 然後我把他打贏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看一下外交 他的燃料那個原本那一條失敗過一次扣拔 那我是不是要趁勝追擊了 他們現在不能動 看一下 OK 喔 大秀肌肉條 我的肌肉 這個 強壯這樣 所以 然後因為我剛好在這邊蓋那個可以 在這個領地內可以回吧 他好像只要你一宣示的話就是在領土內 所以這是有一個撇步吧 就是 你宣示之後他這邊雖然還在蓋可是 他已經算是你的前哨戰所以就可以 提供這個回血的 加持 然後 這個是 現在沒什麼事好做的 不是 因為還沒動完吧 所以我這個就可以去前線了吧 結束回合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想一下喔現在全力了 這樣我要踏進去嗎我想一下喔我把 我踏進去好了看一下 開戰了你現在在別人的領土了你可以洗劫沒有任何防禦點處的地區 喔 但是因為我的視野真的是爆短的 就是目光狹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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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 我已经研究了这个木工 钓鱼 战士金匹利监 这不要下娃娃 他这样没有 没有把他升级成城市 真的是家里一直给他乱逛 3点的赶快先研究吧 有战斗耶 立即解决 我死一个耶为什么 个损失一 他攻击这么强 我以为稳赢的结果 这个立即战斗看起来 风险也是真的蛮大的 贴近 然后这边也倒一个 他第一次来带走一个 看起来好像 手动打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他因为失败了两次扣16 然后我因为胜利了两次加16 我觉得要贵一点好了 笨动 他合并了 7 72 先把跟他这边连起来 附属 城市安定度 数值太低会有坏事 所以我现在连结 他说 有了 有了 我可以盖了耶 安定度大减 但是因为附属之后 我的这个速度变快了 我怎么采集啊 他有个马 他必须要有个足够战略支援点 这不算是吗 我刚刚点的是什么 我点了一个建造之后 算有了吗 他上面有一个按的按钮 有了这个马场下一个回合 人口增长 觉得他先退耶 先回个血比较安全 因为其实我这些都完全是侦察兵 126 先 先重整 驻扎 驻扎速度会回比较快吗 应该是有吧 不然他怎么会特别选这个 然后下一回合 他还有一步子 日益壮大的信仰 哎呀我信仰变多了 所以 可以透过这个死刑一种崇拜 我看一下 不是 不是吧这个也要花影响力哦 我觉得 第二个进化之后 完全真的是影响力 决定生死 要解锁一个不重要 三脉 三脉 车轮 花10回合去搞这个 但是他这个也要限 而且还要两个 先决条件他跟你讲说 你这边要一个之外 还要再找到第二个 哇 第二个 第二个 先这个吧 然后 然后 肚子 我发现他外交的状况 他应该也在扣吧 所以我反而往上增他往下扣 所以当他输了之后 他就要赔偿我东西吧 如果按照这个状况 非常 直接完成 金字塔也完成 因为他会加速我的影响力的获得 如果 影响力是一切的话 然后 下一个 马场 直接 46块就可以解决了 直接这样 因为我现在暗定度是在往下降 很小 岌岌可危 他现在正在往下 掉 可是 我看一下 侦查兵 2回合 40 我现在有马了 然后 轮子还没盖出啊 16 他说 产生的死养 若超速供应 人口所需 则会出生 城市集出现在成长的阶段 我现在好像量死越来越不够了 因为太多人口了 人口 所以我要先消耗这个人口吧 不然 看一下 来自人口的消耗是70 因为总共有 诶 增产一个侦查兵好了 增加 诶等一下该不会我这个 生出这个 这个马一只之后 他就把这个 支援口给吃掉了 我就又又会再缺一这样 先看 宗教 你这边都已经100% 人口又在成长了 也不能 为什么不能拉近 越来越少了 成长 一回合我先减一 有啦 对啊 他是吃你这边的人口 所以你这边如果不消耗的话 他这边又 就会越吃越多 所以变成定情的消耗也是一个重点 一个马 好像厉害哦 但是他走六格 有新的独立民主 他是在哪里啊 我刚刚讲说你必须给我 15块 他拒绝了 靠他在我下家直接建国 然后他说这个有什么 独立民主 是短命的国家 二瓶不会虽然 他这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是什么 他这边有一个 这是资源耶 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资源点可以采集了 好了补满了 我把一个 我又来了 现在看到他那个燃料 现在大家是 各一半吧 93嘛 我要连结再连结不管了 疯狂的连结 所以我下一次要跟他连结 要挖多少 看一下 要184 哦那个跳的也太多了吧 是因为安定度的惩罚太严重了吧 然后这是我的 这个 诶 坊间众神的 可是他 感觉盖在空白地 没关系 这个真的要10回合 建造实验室看你工业的 进度 国策 宗教地区的工业成本减少 靠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耶 就是我现在决定盖这个嘛 我要怎么取消他 等一下 我应该先选择 那个先取消 诶 诶 诶 因为我在想他这个 因为要盖的话 我应该选一下这个国策这个吧 先选这个工业成本 降低30% 是不是影响他的 解锁行动列 原来行动列在这哦 他这个行动列就是指别人可以 协助战斗吧 这样左边好像真的比较强诶 集会射集 因为这样这个战斗就可以协助了 然后 所以我刚取消之后还可以再盖 诶 选了之后他又继续开始了 所以他的取消只是暂停 一旦你选好地点就真的要盖下去了 那这样的话 我去抢看看那个资源到底是什么 大龙 6点 结束 闲置的军队 可以 继续进攻 他的首都在这 然后 啊他去把他抢走了 混蛋 为什么他可以直接进入我的家 这个 嗯 这不是我的领地吗 为什么他可以直接进来 是因为他是重力部队哦 那我把他打爆会发生什么事 我去打看看啊他有点像是那种就是 和平 封锁边境 是因为我没有把边境封锁 所以他才一直跑进来 是这样吗 那这样给我那边乱跑 真的是有点欠别 算了 算了先去支援下面的战争吧 诶等一下 那我感觉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一块给宣下来 不然这样好像一点 诶有点尴尬 好 现在先一点要多少 诶这只要50就好了 50 我刚应该先去占领的 闲置的军队 诶我快冲到了 他们推进好了 他们推进好了 这是他的首都诶 然后 他有防御共事 然后战力蛮坚强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来这边 先把这个点给拿下来才对 这边的话 50 这边比较多 12 诶完了 弄掉 这个打得赢吗 出个蛋好了 虽然我战力比他高 但是 诶 诶 手动战斗 这边的加持 应该是要这个吧 这个是高地 他在这的话会被那个 我知道他在哪 他在上面 所以我下去了 诶不是他在下面 21 诶这是平的诶 因为他有那个地区的加持 诶 这样打下去应该是两败俱伤 18 我要怎么打赢他呢 只能把他印出来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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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what 我是被他被刺 直接秒掉吗 还是 为什么整个军队就消失了 等一下 那邊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會突然直接死去 欸不是欸為什麼我的人是回到上一棟 他這算是撤退喔 蛤 問號 所以他會自己撤退然後因為輸了嘛 所以他會撤退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可是這樣很奇怪吧 他也至少演出一下讓我看到要飛到哪裡去 就直接給我這樣直接過來了 我想說剛剛是出問題還是怎麼樣 等一下那我大概懂那個意思 那等一下那邊不打啊 我應該先站好地形才對 因為他像他這樣啊 他應該可以上去吧這邊上不去吧 應該要退一個才對 應該要退一個才對 因為在那個地形上我比較想吃虧 然後附 然後附 先這樣吧 這個打他的話 兩個回合 我等他一起好了 先跳過 有四劍 你看他會下來嗎 我就是要先把他引下來 王者之地 他說 他說 孟菲斯的王者在過去的時間都會安葬在城中 或是靠邊境的摩耳 都會安葬在城中或靠近邊境的地方 所以等口快速增長 每個月的死亡之處判生 這些木丁快要保 外的葬禮可能會因為屍體過多來不及處理而引發這個疾病 所以火葬可能是明智的抉擇 什麼叫做 土葬 然後強制勞動10回合 土葬是什麼意思 安定減 然後 部隊 火葬 派兵寶 但全面進行 所以 成本增加 糧食增加 跟安定度減少 土葬 火葬 因為我要佔這個地利的話我一定是這樣啊 為什麼他可以直接這樣 等一下 結束呼 越邊境 你靠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戰鬥中怎麼邊境還會走 可以直接讓他穿過 所以他這邊是走之前的規則 所以在開戰前 我就要先跟他講說你邊境不能 靠近的意思 現在反而變成是他隨時就可以進來 沒有 不對因為在戰鬥中 這樣子 繼續追吧 因為戰鬥中所以可以進入邊境 我要繼續追 因為我沒有打過城所以我現在是 我只按下就直接攻城了 他現在是 有兩個維持 下一次攻城武器的推進 恩? 攻城武器的推進 攻城武器的推進 增援 接觸者 徵召兵 喔這是他們的人的增援啊 那我這邊的增援是什麼 接觸 有點不太懂 他現在這個是怎樣 要不然就直接攻擊吧 然後 發動攻城 嗯 防禦攻勢 他說 他說這個主場有連結地區 所以要以特殊的什麼 又有什麼加強 從外部攻擊的單位 會 將使 攻擊方送移動才 因此 守方可以用城牆當連護 守方在 什麼加強防禦格會自有移動 然後攻者 攻方則必須攀爬 單位格 突破防禦攻次 他說防禦攻次 有一些列為可攻擊防禦 攻次的特殊單位 尤其是攻城武器 因為我沒有攻城武器的情況下 我現在來打他應該是 九死一生吧 喔靠這個 這不用看了 這根本就是不用打的 一開始這個 還是先去旁邊 掠奪一些小地方吧 恩 想一下喔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他會撤退嗎 那我有三格的話是 1 2 3 最後一個有 有搭上邊嗎 所以他又在我城市附近嗎 所以我手動 我應該會有城市的加成吧 他沒有進攻 這格子是不能站的喔 防守 是因為他的 我在我的領地打 雖然沒有吃到任何的加成 所以是因為沒有填巴那個吧 落敗 喔因為回合術到了 那所以我那隻馬又被彈到那裡去了 喔他回到原本的位置喔 所以如果因為我剛落敗了嘛 因為對手戰鬥失敗也是 所以我被扣的城市比較多 總覺得有點微妙 我先 恩 因為他剛好會躺在這 等下順便上去那個 蓋那個點 這個的話因為我打不贏 所以我 那個城不可能拆啊 所以我要去掠措他別的 這個前哨戰 啊完了 差點踩到他隔壁那一個 我記得王我選的是這個吧 巢穴 下一回合 已完成研究 組織戰鬥 組織戰鬥 這個還要先煮練習 還要先研發喔 就是你算學到但是他這個功能你要再等 導入 有個書寫 也要先 學習才行 為什麼我找不到他的前哨戰 他說他在這所以他的有可能就會蓋在這附近 前哨戰 這邊還有 他要走這一格喔 他要走這一格喔 馬匹 所以我剛剛那個撤退讓他這個大增 應該說他一開始那個士氣就很高 人口繼續增長 然後剛好是這個位置 我要蓋在 士氣 有了 這樣子的話 換他不滿了 這樣子 因為我把他擴張在旁邊 然後這個好像不影響 有熊耶 熊還有還有兩隻耶 這個會主動攻擊嗎 他的顯示是 閃電是代表什麼意思 他沒有解釋耶閃電 應該不會突然攻擊我吧 巢穴 他說七息掠奪死應該小心他會攻擊我的樣子 那就打吧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應該是先來這邊洗劫才對 下個回合 帶秘寶 40塊 然後 這邊的話是 起結 一回合 他好像來找我打架了 他好像來找我打架了 可是 如果以這個第4來說算是我比較有優勢吧 我先這樣子他等一下應該會撤退我覺得 可以耶 他又撤了 不是 稱號變更 他說我這個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商人等級 為什麼還有一個稱號是商人啊 所以他現在往這邊側 那我這邊追擊也頂多才走一格 連結 他說你可以把人口 然後遷移到另外的地區配合你的產量 喔 Doga 這個是 他人口這邊可以調整 這樣子 他這邊就會產量這樣 可是他這邊就會變少 所以當我把糧食放在這邊 這邊就不會再成長 如果那我現在再連結一個呢 1840塊 所以 如果我現在 因為我覺得科學 可能金錢不太重要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 那 如果放2根會怎樣 他這個回合數就會再縮短 就會越來越快 嗯 好像懂那個概念 他說你可以花費金錢來增加這個安定度耶 行列的隊伍 喔 他這個只能每回合 10回合用一次 所以像我這個已經快爆的情況下 他就是花點錢來 搞定 懂 然後 他現在往這 毛穴 洗劫中 所以洗劫中我到底能不能動啊 不行吧 這個熊到底會不會突擊 他要接受 好吧接受 好結束 我看熊到底會不會偷打我 他好像不會攻擊耶 那還好 身材之獅 他說附近的洞 最近附近動物走私 因為身上有被獵捕 按程式中有發明家認為 這些屍體還有其他用途 他們認為屍體可以用軍師 裝飾或生技 你覺得應該怎麼處理呢 愛國的話是成本減低 然後清新巷龍是加錢 公收加錢好了 這個快蓋完了 所以 184 他現在人在這邊 所以我現在去打他 這個的位置其實還好 攻擊 他應該會在這 所以我選擇不跟他過去 我在那邊等他 他加成真的很高 但是他攻擊我的話 應該互換應該會比較有優勢 他果然退到後面去 變成說我如果一定要B站的話 他現在是死到 因為他受傷了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我比較有優勢 我還掉一隻馬 他拖時間不攻擊 這樣我就輸了 對阿 是我輸吧 看一下 對阿 戰鬥中失敗一次 所以我就這樣我就會比較吃虧這樣 因為在3個回內我沒有把握 可以把他立馬打 打敗這樣 所以每一場戰鬥最好要有把握的時候可以打贏再出手吧 如果照他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不然我會因為 無法解決這個我會 這個就站不住腳 燃料快沒了 這個打法也是蠻靠北的 就是你明知道你打得贏 但是你需要用兩次行動推 所以會因為這樣一個狀況 導致你比較吃虧這樣 我的那個聖地已經完成了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選擇了 安定 不可偷竊 在山脈的影響力加1 所有的生產單位加20 消費 維持消費-1 在贏得戰鬥時戰爭支援加10 在戰 在關係上對手自動戰鬥測試有加10 對手自動戰爭 我覺得這個很猛耶 選這個好了 現在需要這個 這會不會太硬 硬法 全新的教育 事件所在處 他人跑去哪 他不可能應該跑遠 應該是在未知地區吧 這個可以上 他跟我搶這個 古代祕寶 因為聖地蓋完了 所以我要趕快 有什麼好蓋的啊 因為他這樣子吧 把他拉回來 半一半 然後 糧倉 去目 在附近的農民區 會再增加 他指的是這個吧 欸 你可以用人口買斷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直接 花錢或人口 兩個都可以 如果用人口買斷的話 我的糧食就會爆增 他就會繼續 回合再增加 然後 然後 我又可以再立即召喚一個冰龍 這樣 我現在單純只是想要戰鬥 這裡我看一下 我真的找不到他這個點到底在哪 為什麼我找不到他的那個前哨站的位置 我在抓這個位置 難道在這嗎 他這個地區 他框起來是這樣吧 單個邊界吧 這樣 欸還是這裡 沒有人買 我發現問題 這個地點根本就沒人有 小白癡 我一直覺得這邊好像有人買 但是後來看一看就 他是一個中立地帶 因為每個人的虛線都框了一下 但不知道這個到底有沒有人有 欸這個我可以買 這錢哨站要這麼貴喔 不管了 所以我應該是要往這邊走 不然你叫我手段 我好像找到另外一個人 協議 已接受 然後他說他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人 就直接提那個改善和平關係的人 就是瀑布侵犯 接受吧 接受吧 然後 然後他跑來這邊了 所以 我的這個機動性比較高 因為他在我的領地內 所以他沒辦法回去 他等一下應該會進去 攻擊 攻啊 手動戰鬥 這直接衝應該就死了吧 不行 應該先站這個位子 先增加我的那個強度 然後 然後 他只會扣9滴血 但我的損失很大 跟他換好了 因為我現在需要的是一場勝利帶的 效果 他等一下就被刺你 有可能 7滴 他到底剩幾滴啊 他只會扣3滴 4滴 有了 漂亮 呃 所以我現在贏得這兩勝利的話 你的帝國消息已經傳到了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點那個效果應該會加 他 原本勝利是8嘛 然後宗教的那個效果幫我加10 然後他 他這邊只會-8 但至少是補回來啦 因為你的燃料已經快滴到不行了 我需要一場勝利啊 我覺得那個加成真的有差 騎馬兵支援合體 那我這邊就要繼續蓋 因為那勝利好像可以再加 所以我又繼續蓋勝利的話 他是固定回合數 因為他不能用錢 你不能用人口去換回來 所以這個是 你只能透過這個人口 去增加工業的上限 去加速這個勝利的蓋法 這個先不急吧 所以 公眾儀式 210加5 喔 龍明蘭 他的龍明蘭蘭位加1 應該就是這個蘭位加1吧 這個 駐軍 我這邊有防禦公司嗎 我看一下 我現在防禦公司只有15 看一下偷看一下別人 看不到 他也是15 所以是基本款 成本 這個吧 安定度先提升 蓋這個 這個好像還好耶 金字塔又可以再蓋了 這個無限蓋就對了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嗯 我現在有188嗎 他是不是可以轉成層次了 那他轉成層次之後 這個到底能不能把它點起來 全個檔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核到底是要 一個城市 互聯 還是可以用別的城市相連 轉為 這個 城市 他說你已經達到容量的城市 你可以建造性的當然會導致生產力下降 他沒有連起來 奇怪這個核到底怎麼那麼難連 沒有沒有 因為上面還是虛線吧 我看一下喔 不對阿 上面已經變附屬城市了 沒車輪沒道路 是什麼意思 你是說連起來要一定要有車輪嗎 因為我這個核不是只要佔領就會 算是很難的 是我的加成嗎 不懂 那如果他城市只能兩個的話 那這邊應該直接把他連起來就好了 欸 那這樣子 把他當那個 城市好像沒有意義 哇 我把他變成複屬的好了 那他城市還有上限 也不是說 你想怎麼蓋就蓋 所以應該是 變成複屬 我看到了 不是 是這邊還要一個 他有一小個出海口是算上面的啦 不是吧 等一下 再賭檔一次 我把那個 佔領的點先 那條河還有上面一小段出口是 蠻大做喔 這個 體驗看看吧 因為我文明帝國自己都 只玩一下下都沒有玩過 到後面 這邊有一個啦 我原本連到這邊就結束了 但是他有一個缺口是在這 這一塊 剛好他唯一的缺口是上面這個土地的 所以難怪一直 一直少 那我這個 因為我現在這個影響力要越來越多 我應該再 再一個士兵 他是要幾回合 一回合嗎 那等一下 嗯 那我想一下 可是我這邊也要蓋 阿不要我要練上面那個好了 不管了 上面一個才是我的 重點 我一定要把那個盒給 蓋出來 宗教 他說 拉薩勒斯的人民以改姓 蠻頭教 他說的是這個土地的 直接衝著 現在這邊有維持軍費了 還好 製造業 這個 安定度-9 他可以蓋在別的地方 這個9 他推薦的地方是指這個吧 亮點應該 不是 為什麼他唯獨這兩個會秀 這個 他秀出來的應該是最大值的部分 這還蠻貼心的 對他是最大值 他是建議說你蓋在這邊 最大值 這個好了 好這樣 貼心 他在回血 我看一下 75 因為宣布了發動不合理的戰爭 因臨近的國家為攻擊者 所以我會每次一直被扣 因為我是一個算是侵略者 一不想要下午 沒有下雨 原本就預計要玩這麼玩 大概再玩一下下吧 大概再玩一下下吧 那原本預計就是有可能玩到下 那原本預計就是有可能玩到下 我在找他的這個位子的時候 那個 分裝 6點 看一下這邊好像一個會 欸他這邊還沒動 先跳過 要回血 青銅 所以我這個 這個銅就可以蓋了吧 沒有他現在正在還在那個 為什麼車文的研究技術越來越久 因為帝國的那個那個研究那個人被我改走了 這個 原本這邊有兩個 所以如果你要應該要放這邊 如果你要加速研究 他只會變成是6 哇那個人口其實影響很大 安定度減10港口 降低國策的這個 降低國策的這個 哇那個剛剛那個人口好像 就是我剛剛有花人口之類 這個讓建築蓋出來那個好像有點 算是不太好的行為 因為這樣子你會發現整體的這個 這個深層就變偏弱 完了我要車輪了 就這樣吧 我這次一定要把它蓋出來 他推薦說你建議蓋在這邊 為什麼這個蓋子要60 但是這邊蓋 這邊蓋是要多少 我記得那時候蠻多的 他推薦這邊 60 還是其實本來就很低 這樣的話我看一下 110 先蓋了不管了 就是要蓋 再回去蓋好了 因為我剛剛誤會了 文化轉換已經開始了 塔比庫 我將會進入這種東西 視力範圍 我已經發現了這個自然虎了 然後 自然奇觀獲得30科技點數 你接受到寫 他提出給予庫比 幹我屁事喔 因為他 恩 為什麼他要我給他 那為什麼要 是因為我卡到他的奇觀嗎 看一下 一個一個來處理好了 他說他不滿 我跟他講說拒絕 這個我可以是已讀不回的感覺 是不是 這個是可以已讀不回啊 因為他要接受跟拒絕要求 我就已讀不回不就好了 但是已讀不回他就會 因為提出 更多 立即 應提出更多持續要求 拒絕 撤銷了他們的要求 喔他直接暴增 我有這個叛徒耶 徽章耶 我是叛徒 真不好意思 我是叛徒 因為那時候的奇奇吧 叛徒就叛徒 不然怎麼辦 我找到了 他 欸 欸 等一下 這個我還沒打過 如果打他的前哨戰打下 會發生什麼事 攻擊 給文明一個核彈 立即解決 死了一個 但是勝利 欸 啊我就免費拿下來了喔 就這麼單純喔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又有事了 他又有什麼事要說 提議同盟 你似乎我相信 我們要談 你拒絕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 一些很不合理的來增加我自己的衝突點 可是他也會增加 所以我要開戰要搞他就是我一直選一些不合理的選擇 然後他他就會一直冒 然後我也就可以迷正言順了就直接打他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選擇 文化的 什麼 他說我攻陷的這個大城市對你的帝國也是一種榮耀 進入城門後你可以清楚看 一些吃白帳的城市 市民同樣自豪的他們的 繽紛的文化 你會如何看待這些 習俗和禮節呢 看一下喔 左邊是 他是算中間這一個吧 國土 西同鴨獎 單位戰力加1 我真的覺得 真的走左邊比較強吧 但是他這邊又會增加影響力 要戰力還是影響力 看一下影響力 管理中心 哇影響力 我反而取決是考慮影響力 不是上面的加成效 那又怎麼了 拒絕來改善之間 要求與愛子簽署同盟 所以我放棄會怎麼樣 引起不滿 這個放棄也其實只是這樣 我看到他的人出來了 他現在是來打我是不是 我等很久了 這不能動 這個打掉之後 這個城市叛變了 為什麼這個城市會叛變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打的是一個城市嗎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打的是一個城市嗎 沒有啊每個都 欸 他是吃這個的 可是為什麼下面會有一個城市的那個 看一下 對啊他應該不是城市吧 海基支援點 這我知道了 現在 我先看 又一個一直跳出來 我懂了他的意思 這個是原本某一個的附屬層次 他的吧 就是 他的 不知道連哪邊的附屬層次 所以我打下來之後 我上面的面板 我上面的面板 吃到訊息是他的層次吧 應該是這樣 所以那這個數值 我到底是要看哪一邊 他說要叛變了 焦躁不安 他說如果你必須要回到40才行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樣不行 接下來就是他這邊有人嗎 我要去打他 下一回合 這邊繼續回血 上面這個應該可以去建造了吧 抓賽 等一下去蓋的時候沒有影響力 他說他即將叛變了 他真的快叛變了 是他要叛變我 可是我又不能做什麼事情 軍隊如果駐紮會增加那個嗎 在這個地區會增加他的 治安度嗎 我點不到 等一下 駐紮 洗劫 洗劫 好像有耶 他軍隊的單位會再加10 加10 所以你把軍隊放進來應該可以加速他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安定度 然後 他有一個軍隊在這附近我要去抓他 我剛剛在這邊看到為什麼一瞬間Lucky 這個問題啊 騙鬼了他的他的手這個 他的腳怎麼那麼快啊 飛一下就消失了 然後我現在看一下這個 他也要爆發 和平 然後他因為被我佔領之後他現在持續扣了 他是要到哪一個程度才會放棄啊 主動投降 有一個人快爆發了 因為我搶著他的那個 要蓋起來的地方 他心情非常的不爽 好 怎麼思考那麼久啊 等一下是我現在卡住還是 他在轉圈圈應該是 他電腦的行動回合數吧 等一下 對啊我剛剛按了喔 我怕有問題我怎麼知道 你再一次 審美加 影響力啊 他說你多什麼百科全書 他介紹 他說態度改變了 不同的觀感為什麼 看一下 那是尊敬我還是不好啊 那個他說態度有點改變是怎樣 應該是尊敬我吧 自誇 在找他那個軍隊到底跑去哪 對方的戰爭之術 啊是喔 我看一下喔 多疑 欸真的有耶 同一個宗教 這是又來了比戰跟往下 你已經贏得叛徒一個稱號 簽署一個寫點 我們這邊今天不對勁開放 是我是叛徒 我就是叛徒啊不然你怎麼樣 哇他蓋不了了 我看一下喔 要80應該他過去下一回的 好像也夠 他說這有個獨立民主耶 他還在游走 200多 哇那個每個 後面這個要直接蓋越來越花了 我把它放在這 這個在下一回合應該不會爆發吧 因為他是說保持30以上 應該下一回合就30 判變 這款好玩嗎感覺有點複雜 那就是蠻複雜的 但是好不好玩就是 就是看你喜不喜歡文明帝國系列的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會直接拿來當作一種比較吧 如果你喜歡那個類型的話 當然就覺得會 應該是可以接受 但是也有可能會因為比較了覺得不好 因為畢竟他的玩法就變 那個很相似 所以我這回應該是結束了 他這個二四有兩個閒置的軍隊喔 畫面很細緻 對啊 他到底跑去哪 他該不會在他這邊吧 我看到了 被突襲了 手動戰鬥 直接在這邊吧 手動戰鬥 我站在高點的話 這邊應該可以 當作一個突擊的點 欸不要 站好 模擬城市才對 是他突擊我 所以我是手方 所以我也沒有必要跟他硬幹吧 因為他如果不來打我 是他會輸吧 他果然從這裡來 這邊找我會吃虧 所以先從這邊削弱他的戰力 然後等下另外一批從下面 欸他是平的喔 那他死定了 你死定了 衝啊 喔他這一次會扣他很慘喔 就是 這個直接扣8吧 呼呼 欸我要幾顆星他說下一個要6顆這樣 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要投降呢 喔他這個重傷 然後我的士氣打針 嗚呼 那個宗教的力量太強大了 啊這邊還有一個欸 勝勝追擊衝啊 啊 鹹尾刀 他退了喔 戰勝追擊 啊不行 要爬上去好了 那這樣撤退他會扣更長欸 因為他會再撤退 然後我又因為 勝利之...欸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能力真的太靠北了吧 我只要不管是打欸或撤我就 這個...那燃料 就是這個 支持度是一直瘋狂的疊上去 疊超快的 沒有點之前我還在這個 擔心說 這個一直在扣 到底應該怎麼辦 然後那個 有這個能力 宗教這個加持就超靠北的 這邊 看一下要哪裡 這邊就駐紮在這邊吧 先穩 穩固這邊 沒什麼做 欸 這邊不夠了 他先在這邊等著 軍事已經鎖定 喔有人來了 這什麼東西 哇這是中立的是不是 就是...他會來打我嗎 他說叫友善的傭兵軍隊 我感覺不到友善 他說結束一項嫌疑了 忍耐衝突 他說 你得約讓我 但我們見過沒有嗎 他那個 他那個 傲慢 這太傲慢了吧 這個是怎樣 脫移 他有個協議 封閉邊境 他是...欸 為什麼亮這個驚嘆 隨時都能... 他是要跟我互不侵犯吧 他是要跟我互不侵犯吧 那我應該接受吧 那我應該接受吧 還有誰啊 因在和平 戰爭之餘 支援高於平衡之 然後 為什麼他突然開始下降 反正... 反正... 他現在還是傲慢嘛 反正只要不惹我就好了 應該我也沒辦法一次扛兩個國家 然後去追那個已經殘血的那一個 但是... 這個太慢了 再追好了 他那個殘血啊 在我的領地絕對不會回血 所以他不管怎麼跑 除非他跑在這個地方 不然在我... 避難的話 不然在我的領地內 他永遠血就是那麼少 反正他不管怎麼跑 應該都在這個附近 我只要把他尾掉就好了 人口增長了 這個人想要幹嘛 這個人想要幹嘛 來不及了 因為我要踩地了 笑你哈哈 笑你 這個地就是我的 所以他不用來這邊了 一個顯示的軍隊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穩住了吧 有了這樣我都可以離開了 然後... 那我這邊穩住我就可以去追人了吧 他應該是在這附近吧 咦? 咦? 咦?他怎麼會在這? 咦? 這感覺是另外一隻軍隊才對 應該不是剛剛那一個 看一下喔 如果我下去打他 這邊 這邊 這樣我會吃虧吧 因為他佔的都是高地吧 因為他佔的都是高地吧 如果... 因為我這邊太自憋了 所以應該是從這邊進攻 我想一下 對... 先... 因為他部數有四步 所以我先... 一步... 兩步... 先動到這 那... 那... 如果我在這邊打 我要下去嗎? 這個點真的有過鳥的 算了 這隻馬在這邊 繼續... 找到了 哇...他這個位置 其實... 這位置其實很鳥耶 因為只有一個口而已 用掃動來喔 唉唷!他竟然在那個位置喔 漂亮 因為我剛好卡 這邊可以加那個... 那個... 那個... 戰力吧... 為什麼他的戰力那麼強 17 我可以用車的把他車爆 講跑 再見 嗚呼 對勒 我勝利了 他說你的人口 對這個... 戰爭... 支援的死保 就是我打勝了 他說他對你的觀感有所改變 可是他有另外一個 為什麼每個人都對我的觀感改變呢 我看一下 這個吧 猶豫不決 啊... 因為我的叛徒不見了 十回合 所以他們的... 觀感為什麼會改變成... 因為這樣 他快被我車爆了 他現在剩38 充滿恨意 呵呵呵... 我的士氣高漲到 不行 喔...他想要跑 看一下... 這邊不行... 還不能追 要哪邊啊 我這個程式好像還在蓋這個喔 等一下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人再放在這邊吧 然後...他這樣比較快嗎 這樣回合沒有 那我把他放在研究這邊 這樣有縮短回合數 我看一下喔 8回合... 欸這有差耶 因為他這邊放這邊 改變不了他的回合數 可是我把他放到右邊這邊之後 他這邊的研究就可以再縮短兩回合 放這好了 然後... 可是我感覺我只想要直接花錢了事 因為我不知道錢在這邊除了... 外交還有加速之外還可以幹嘛 那感覺幫我快速擴張會比較有用 直接點好了 然後... 欸...有一個... 這邊還沒附屬所以不能用 這個是什麼啊 瞭望塔 駐軍跟廣場的視野範圍 成本是200個 這個... 哇...好像有點高耶 安定度... 現在安定度因為蓋完之後更高 埃及下面有一個建造者 建造者是什麼 埃及下面有個建造者 建造者 建造者 埃及下面有個建造者 你說的是... 我有這個功能嗎 呵呵... 左上角你的圈圈那邊 咦... 這個是怎樣 是... 左上角... 你的國旗... 你說這個嗎 喔... 欸... 可使進入開僵... 開僵僻遞者模式 所有的金錢和科技都會轉為工業 此模式吃... 這不是等於就是捨棄的一切嗎 只為了建造而用 哇... 這個好極端喔 這也太極端了吧 你看什麼... 我蓋了... 鐵匠鋪 它有沒有... 加那個的啊 算了... 我先生產那個吧 欸... 真的太極端了 糧食... 糧食... 我繼續蓋這個好了 切食場 欸... 基礎建設 工業加1 完成成本240 這樣吧 繼續讓它建造好了 其實是要買那個軍隊 但是現在... 所以我看一下它這邊有一個... 下一回合 中 喔... 最多好像只能打300回合吧 就是... 那時候的選擇 喔...它直接來硬幹 那應該是看中我這一點吧 它應該會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 但是... 我只能放這樣 呵呵... 就知道... 它一定會打我第一處的 所以它絕對有絕對優勢 渡河 原來渡河也會減3喔 哇...這個有點吃虧喔 渡河的那個... 有來扣這麼多喔 你覺得這邊結束整個... 破他死了 追上一條3 因為它... 因為... 我不知道原來渡河會扣我的戰力 大家可以往這邊撤喔 活下去比較重要 拉住它 但是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選擇放棄 所以我上來 因為我是防守方嘛 它會追過來 喔...它這個... 為什麼攻擊是兩個加啊 這麼強嗎 我沒有必要跟它打這一場戰鬥啊 所以...結束 嗯...該是怎樣 欸...我要按什麼嗎 下回合站在戰鬥後繼續 所以我是... 欸... 結束我放回合 三輪一回合 喔... 想一下喔 所以... 那先去做別的事吧 先...回去好了 嗯... 為什麼這邊有個憂鬱啊 憂鬱... 他因為最近的戰敗而痛不不犯 但又無力回天 你怎麼憂鬱啊 你不是自己跟我開戰的嗎 欸...是我...好像是我開戰的喔 你怎麼誤主了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提需求啦 不行欸 這要把他打到他...已經... 就是...憂鬱到不行嗎 憂鬱到不行的...憂鬱 欸...啊...我那個馬 因為卡在他們的戰爭邊緣 所以也不能動喔 貓貝 等一下... 欸...為什麼他直接打了 哇...他被他打爆了 What? 就是接著下去就對了 哇... 拍個一挑三 還真的成功了耶 太扯了...這個...啊...我應該... 呵呵... 太扯了... 他作戰...欸...這個超強的耶... 為什麼他作戰經驗會這麼高啊... 真的好扯喔... 他有多打架...所以單位經驗比較高 原來如此... 他代表他一直瘋狂的戰鬥耶... 可是... 最後我那一隻...跟他自爆了... 你可以要求賠償了... 你敵打贏戰爭不遠了... 這是怎樣... 怎麼突然死...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喔...掉到22就可以了... 沒有啊...他好像會繼續扣 所以我等他自爆吧... 我等下要補...冰了吧... 呵呵... 啊有啦...剛好合體啦... 我這個... 舊時代的冰龍... 增上來的... 這也倒太遠了吧... 喔...他真的只能走這一條路喔... 為什麼... 你的國境內可以直接花錢買骨滿血... 有這個... 變態的設定喔... 哪邊啊... 欸...不對... 是要完整國境內還是... 前哨戰... 前哨戰是不算... 應該是沒辦法買... 這個應該沒辦法... 看一下喔... 解散... 欸...真的有耶... 那我覺得還是解散好了... 回去人口好了... 把掉重練比較快一點... 呵呵... 左上角是發生什麼事啊... 他整個... 燃燒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他的那個... 欸...先...欸... 這樣好了... 這個...走這喔... 恩...我看一下... 我覺得那個冰種可以... 更換... 呵呵... 可以淘汰的意思... 大概回合... 恩... 恩... 就這樣喔...結束了... 那他快要爆了耶... 那他到零... 他就... 去了吧... 喔...所以我只要卡住他一個城市... 他就... 就算他不打我... 他也會被這個... 扣到死耶... 因為他那個城市... 只要他不拿回來... 他就... 就... 你就可以慢慢的搞... 搞他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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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靠北耶... 那你就... 你就自爆吧... 我用這樣就可以把你搞死了... 看一下其他人的好了... 先...先... 看一下喔... 他這邊走... 他是不是可以合體啊... 有了... 他們合在一起了... 喔... 等一下... 恩... 他這個... 他有一星耶... 我想一下喔... 如果以這個第四來說... 我這邊應該算吃虧吧... 但是... 不過以... 而且我還是... 還在吃虧了點... 呵呵... 好... 沒關係... 他... 這是他自己主動打我的吧... 所以... 他手動... 對... 這個... 這個要換到... 這個... 這個血比較少... 他去扛那個... 戰線... 這樣... 我在高地嘛... 啊... 他給我... 他給我跑這邊... 沒關係... 這邊有盒... 欸... 真的假的... 欸... 真的耶... 呵呵... 我錯了... 這個盒真的是... 呃... 啊... 心在滴血... 沒關係啦... 他這樣子... 那我先退回來... 你有種得... 不合啊... 呵呵... 他自殺... 抽兩下... 我錯... 他是爆了... 如果按照我這樣子... 一場勝利的話... 看一下... 呵呵... 是不是... 快不行了... 那我回去... 回個血好了... 回我的邊界... 算了... 站遠一點好了... 不然這樣... 等一下被他偷血... 是蠻危險的... 好... 結束... 嗯... 喔... 結束嗎... 這邊還沒結束... 嗚呼... 古典時代耶... 你快打完戰爭了... 古典時代是下一個耶... 他已經進化了喔... 這麼強喔... 哇... 那他的... 電腦的速度好快喔... 看一下... 萬眾的旋律... 他說這個... 夢非是... 是一座... 繁華又象徵性的城市... 因為家當地... 的文化不可... 落缺的部分... 在神聖儀式中... 有悠久的歷史... 他們的宗教儀式... 變得不高貴... 是... 宮殿... 慶典充滿的歡樂... 是... 老弱殘疾... 露出的微笑... 是... 軍旅變得充滿的勇氣... 讓眾神獲得娛樂... 遺憾的是... 音樂家人數不多... 在才華中... 有才華更是... 鳳毛麟角... 現在這音樂家... 迷生一傳遍整個帝國了... 領主... 既是... 軍隊指揮家... 都在抱怨說... 希望自己的城市... 有這樣的藝術家... 如何滿足他... 進入... 吝嗇狀態... 金錢提升科學... 哎呀... 沒關係啦... 有錢啦... 那就來吧... 建造... 有機會出現... 意料的結果... 意外的結果... 是指... 好跟壞吧... 有可能因為家就這樣... 不來了... 他可能被別的國家給聘走... 不是... 被人家搶走了... 科學... 剩一回合就好... 那全力科學... 等一下... 全力建造好了... 中途調度... 不行耶... 我看是要塞幾個人才行啊... 都塞不了啊... 這樣好了... 欸...金錢... 等一下... 五個... 我已經無法改變這個了... 不是... 再怎麼改變... 都沒有那個結果... 那就這樣吧... 那個感覺要開這個才比較好用... 然後... 欸...他是不是快自爆了... 戰爭解析... 嗚呼... 原來那個戰爭只是為了給... 這個喔... 他說... 投降條件... 從下半進化中選擇... 新增或移除... 你必須選... 必須新增條件... 直到剩一者的... 戰爭這個資源才消耗能力... 欸... 附庸國這是什麼... 可是我沒辦法啊... 他的200耶... 可以喔... 不行啊... 這個200... 要怎麼突破到200以上... 130... 那我的30是從哪裡來的... 等一下... 130... 是因為他的加成嗎... 額外的30是從哪裡來的... 給予這個... 喔...等一下... 我打亂的城市... 我還得跟他講說... 你要把城市給我... 不是... 我還... 我還要把他的城市還給他喔... 這會不會太嚇啦... 這樣我的選擇應該是這個吧... 欸... 我要選這個跟這個吧... 欸...不行耶... 你戰... 戰爭的剩一方位佔領這個... 所以無法提供這個... 欸... 那就是... 這樣啊... 你的東西我都要啊... 你的兩個城市都給我吧... 投降條件給予這個... 然後他有7塊錢要賠我... 一個戰力值5... 5塊錢吧... 所以他要賠我35... 嗯... 強迫投降... 娘娘娘... 給我喔... 嗚呼... 然後呢... 他就給了嘛... 他說... 接受... 所以我的城市在哪兒... 他好像是給我... 他給我這一座... 這個跟這個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只剩這一塊地了耶... 嗯... 然後他是又被這個夾殺... 所以他永遠都發展不了了吧... 除非他往上打... 不然他這個永遠都只能在這了吧... 或是他... 繞過這些人的位置到... 沒有地方的... 那個... 地區去... 那我...我只能這樣搞他啦... 我剛剛講說... 我不能... 我封鎖邊境的耶... 那他永遠都住不去啦... 這邊有河... 什麼... 你說他發展水路的意思嗎... 可是他現在有辦法發展嗎... 這邊... 嗯... 好吧算了... 至少這邊我... 我佔領了... 呵呵呵呵... 對... 欸... 欸等一下... 他是城市... 所以我佔領回來之後... 他就直接可以建造了... 我就可以省下那個... 地點了... 費用這樣... 呵呵... 然後他這邊在附屬過去的時候... 因為他是從這個出發... 所以他要的那個影響力值... 也相對於比較少這樣... 喔... 這還蠻不錯的喔... 嗯... 給他連過去吧... 因為我這邊再連過去... 已經... 已經... 太多了... 直接給他連會比較快一點... 可是連的話會遭受懲罰... 他現在這麼不穩定的情況下... 先不要連... 我先選這個... 那他先回穩吧... 然後蓋這個... 那他先... 先穩固他這邊再把他連起來... 這樣好... 不然等一下又要爆掉... 所以這時候可以派軍隊去加速他... 就是... 讓他來這邊... 然後... 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他直接... 他是不是想要打我... 他在我的領地內那邊亂跑... 你覺得... 有陰謀... 前哨戰可以秒蓋... 1... 什麼... 支援點... 支援點... 剪哨戰... 你是說這個嗎... 欸... 支援點... 你說這個吧... 有欸... 欸... 對耶... 相領的... 好啊... 好快喔... 建造... 又升一星... 這個是支援點嗎... 這不是吧... 看一下... 遇到危機死無法操作... 這應該不是吧... 然後... 引進的程式... 應該沒了吧... 我現在這邊超窮的... 我只有兩個支援點... 對啊... 一個碼...一個... 一個銅... 然後... 閒置的單位... 現在可以幹嘛... 塔一家有嗎... 塔一家... 台家在哪裡啊... 你說這個... 為什麼他會有... 沒有啊... 他沒有吧... 你說會不會是上面這一個啊... 阿爾卡... 這個有欸... 因為我當初以為上面是連的... 這個好... 37... 他這是立即加嗎... 喔... 他怎麼會有那麼多個啊... 這什麼東西... 樹木... 工業加二... 這一樣... 喔...真的耶... 還放煙火了耶... 喔... 再改... 這是放氣球吧... 那氣球還自己爆炸... 超強的... 喔... 直接加耶... 漂亮... 然後... 欸...戰爭突然打完... 就突然覺得不知道要幹嘛... 我是要繼續農... 不然就去找人幹架吧... 就是沒事找人幹架... 因為現在整個土地附近... 整個土地好像已經被塞得滿滿滿的耶... 因為我現在擴展版... 我看一下... 對啊... 我現在上面也被卡死... 然後... 下面已經整個都滿了... 所以... 好像剩一個出口耶... 這邊... 那往那邊前進好了... 然後把... 我要找一個突... 突破口這樣... 不然... 如果要是出不去的話... 我就要直接去找他們... 這個... 幹架啦... 下一個回合... 先往那邊衝好... 我覺得下一個就是他吧... 就是... 只是我集結速度有點遠就對了... 下一個就去世堂... 喔... 怎麼突然... 星級突然爆增了... 農民... 成長... 研究車輪... 其靈感肯來自... 桃輪... 整個... 世界在運輸工具裝輪子... 似乎變小了... 卻也出現新的征戰方式了... 科學家之星... 我是不是可以進下一個了... 現在... 第一名的是... 喔靠... 他... 有一個1300耶... 太扯了吧... 呃... 他是說可以進化了啦... 但是... 等一下... 他說... 拿捏我要轉型的時機... 你解鎖下一個時代的時機... 可以進入下一個時代... 不過你可以在... 目前是在多留一點女生... 來玩成特地目標... 他說一個文化... 一旦有玩家選擇... 其他... 這個我知道啦... 因為我現在不懂的是... 這個... 名聲到底留著有什麼意義... 剛剛感覺不出來啊... 欸...我為什麼打... 打開不了了... 因為我有點不太懂... 他那個聲望到底... 撐多一點到底意義在哪... 等一下... 超越自我是什麼... 在下個時代保留目前的文化... 欸... 大師級規劃... 對啊... 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 最高... 300萬... 哦... 所以有可能... 他雖然增加... 他一直轉型很快... 可是其實我現在... 我可以... 確保如果我這邊可以... 一直增加的話... 我的聲望也是... 最後有可能時代輸他... 但是我的聲望可以贏過他... 是這樣嗎... 是還可以啦... 撐著... 競爭四季你說這個吧... 這個是加成最大啊... 他說近代下一個時代帝國越多... 這個解鎖速度越快... 嗯哼... 建造十二個地區... 到底... 往下升是比較好... 也是往... 我想一下... 是你上面那一個... 我上面那個是什麼... 已完成的事蹟... 哦... 這什麼... 測四合五... 哦... 我只有一個... 蓋的比較快而已... 這個盒... 哦...原來如此... 那個有額外的 bonus 加成吧... 未知對你的觀感不同... 都未知我哪知道誰啊... 這是什麼... 選擇... 關... 關... 組織戰鬥... 這個吧... 新的文化收一個... 也是說... 這些嗎... 哦... 沒關係... 我想一下... 預言遊戲... 隨著帝國的發展... 一個來自... 異地的新遊戲... 開始吸引眾人的關注... 不管怎麼樣都可以看到... 鮮豔的棋盤和棋子... 棋盤和棋子... 你堅持要公開這示範遊戲過程... 所以在宮廷上只知道... 進行遊戲... 但是這遊戲的結局出意外... 由於... 這個遊戲既是覺得... 也是一種占卜的形式... 當... 遊戲的預言結果出來後... 大家都倒抽了一口氣... 根據占卜結果... 你就一定要失去一個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失去啊... 立即進入... 對立狀態... 封鎖消息... 迷信... 按定值... 不是... 封鎖消息... 不是... 用錢了事... 不是啊... 怎麼... 這個...這個事件也太好了吧... 太告白了... 人口... 看一下喔... 他這個是五回合內... 喔...這個人口要快一點的話... 這邊要加多耶... 如果想要人口多的話... 所以他像這個兩回合... 那這樣其實... 應該是把這樣放吧... 但沒有比較快... 這樣... 減少一回合... 有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盒還是抽不出來啊... 那個魯魯斯盒...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這真的有... 有額外效果嗎... 這個盒怎麼那麼難湊啊... 這是要復服才有... 是不是... 我覺得想要揍他... 但是... 再等一下喔... 這有辦法合體嗎... 我看一下... 進入... 為什麼走個路也可以進入下一個時代啊... 這個是... 喔...沒有啦...這個是... 他在提醒我要... 到下一個時代去... 他說... 上古時代大家都在進去了... 大家都在進去了... 大家都好拼喔... 看一下... 這個... 讓他進住... 我這個... 去... 下一個地方...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蓋的... 7回合... 想一下喔... 哎呀... 這個戰車... 感覺就很厲害耶... 但是他會扣那個... 那... 不管怎樣... 我要蓋出一個... 就是... 我那麼努力的... 奮鬥就是... 至少希望蓋出一個吧... 這是我的... 目標啊... 至少蓋出一個... 不然... 我升這個... 埃及老沒有什麼意義耶... 看一下... 沒什麼事可以做... 先這樣... 要有閒置... 有個世界奇觀... 要認右上角的按鈕... 下面那個... 世界奇觀... 哪裡啊... 右上角... 沒有啊... 右上角... 有嗎... 右上角... 是地圖的右上角嗎... 大概很遠嗎... 城市和前哨站裡面... 要從城市認定...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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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這個嗎... 不是吧... 右上角... 沒看到耶... 城市和... 喔... 這個嗎... 喔... 喔... 什麼... 都被人家認定走了... 一個是被佔領... 一個是被認定... 哇... 那我一開始應該要認定... 這個... 這也藏得太深了吧... 好... 下一回吧... 這樣... 先... 等待... 人口一增長... 又獲得一個... 商人之心... 萬眾的旋律... 在每個... 喔... 這是剛剛那個... 音樂的那個... 他說... 在每個城市建立音樂學校... 是個絕妙主義... 表演者得以創作... 許多人... 願意欣賞他們的演奏付費... 他說... 因為是一門... 什麼... 嚴肅的藝術學問... 才能完整的呈現... 他說... 顏謹又古典... 因為文化成功... 在你的帝國... 扎根了... 蛤... 熟... 熟... 好像看不出... 所以然... 他說... 阿沙... 小米媽哥... 五回合... 將會... 哇... 他是來跟我搶那個... 宗教的... 我是不是可以... 嗆他了... 他是不是想要搞我啊... 我覺得他一副就是要來衝康我吧... 工匠區... 農業... 奈滿推薦每個都蓋的嗎... 這個吧... 這個好像有點久耶... 軍事... 軍事會增加治安度耶... 蓋著啊... 等一下... 所以我外交是可以衝康康的... 協議... 所以宗教是沒辦法去阻止... 唯有滅掉對方才是重點...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在跟我... 搶地... 欸...是哪一個啊... 極極可為...安定度... 正在轉化... 為什麼他可以轉化這邊... 我覺得我生氣了... 我是不是跟他開戰好了... 我覺得應該要開戰了... 但是我的人還沒... 其實都老落產兵耶... 恩... 等一下...我試看看是不是可以衝康他好了... 先看看... 先跟他講個話... 然後... 跟他講說... 有沒有什麼可以搞他的呢... 我想一下... 貿易... 他同意了... 讓我想一下... 算了啦... 直接起一起了啦... 我又...冒上... 背叛者的那個... 罪名了... 想打就打... 他的首都在這... 我又...我又搞人了... 但是我的軍力沒有很多... 先... 繞一圈... 哇...他這邊不能直接下來... 他說... 你的人口成長... 你降至一個人... 低於他的成長... 他是指這個吧... 欸...是哪一個... 低於他的... 人口成長... 為什麼會降一個... 他說... 那麼你有機率將他付出代價... 或者其他的科技... 之一稱為滲透... 你可以放棄... 只會轉成... 或者較少的科學家... 這什麼東西... 這時候... 凌晨... 你可以會... 你可以花錢... 解鎖書寫... 科技滲透... 花費... 欸... 書寫... 欸... 為什麼要滲透花這個... 推動研究... 這個你太懂... 你拒絕甘衣... 血液... 不用啊...拒絕... 他說我的黑木塔... 已經被他用錢買走了... What? 因為我... 塔1加... 塔1加... 這個吧... 喔...他這邊有說... 等一下... 重點是... 所以我被他買走之後... 我會發生什麼事... 我看一下喔... 我被他買走... 是不是我就會失去這個東西啊... 這個什麼...加成... 欸...他真的是直接把你買走... 好啦...不管了... 會有個貿易路線... 誰跟我買的...我看一下... 來看看... 貿易路線... 我要怎麼看... 欸... 沒有... 貿易路線在哪... 文化那個圈圈... 文化那個圈圈... 等一下... 文化... 融化圈圈是在哪 等一下啊 你有新的部門可以使用 為什麼 他說哈拉帕佔領的邊境殺射 什麼東西 左下角的第二個岸 你說這個嗎 我現在 鬥役路線看一下哪邊 首都的圖 你是說這個嗎 喔 喔也如此喔 厚嘎 他會這樣子貿易喔 然後 他說這邊對於針對埃及領 控制 做出貢獻 所以他這個貿易路線到底可以幹嘛 然後 好算了 重點是 他現在在我這邊蓋東西 原本我要去的 被他那個 對方的戰爭支援已經100%了 結果我挖賽 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隔壁的狀態已經非常的爆發了 不行不行 等一下等一下 先回上一個 不是先打他 是先打隔壁那個 他已經一副就是我要跟你開桿了 先直接 先直接say他比較快一點 應該要去左邊啦 欸不對他 他整個地都是他的 他的那個超大 超大的 先改回打左邊 他這邊剛好就是他的管理中心 他這邊剛好就有一個 他這邊剛好就有一個 這邊滲透一樣先去 這個 拒絕 那他再來這邊了 既然 這樣的話 先來這 我要等下一回合 我就可以挑釋了 應該是正確的 應該是要這樣 這個 這個象徵單位什麼意思 啊我把他蓋出來了 他說的是這個吧 這是象徵我的單位啊 這是象徵我的單位啊 超強的 然後 接下來這邊吧 因為等下要打仗 哇 等一下喔 人口 大概一個吧 喔 啊他不開戰 那為什麼 他突然又不蓋了 是因為我沒有發現嗎 往下走 靠北下不去 啊有 他有貿易耶 這是我的貿易選項嗎 他要說 要求你賦予他們佔領我方的邊境 我剛才講說拒絕要求 我撤銷了他們的要求 他要求你賦予他們佔領我方的邊境 我剛才講說拒絕要求 他到底怎麼突然會這麼多的啊 我先看一下大家的狀況 不要等一下他又來衝扛我 這個58降低 50 這個已經完全沒救了 所以應該要宣他啦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 起死 然後 把這個動不了 他戰力好強喔 這個小嫩嫩 他的戰力爆強 沒關係 組織戰鬥 這個好 他應該會衝出來吧 先退一下 1234 不要急 1234 他的行動回遊式做就4個 好像會被打到 等一下 他這邊也有一個 他這邊也有一個 他說你的名將其視為避難所的象徵 他的權力 之後你的朋友才知道裡面有廣闊的九竅 什麼意思 我研發好了 他們全部都進古典了 會不會 那個科技也就太慢 然後被人家用河南直接炸 地面生成 他說駐軍也可以改為生成地點 建議戰略系有部署 只要利用什麼選取的使用單位生成 就可以4個人選擇 所以變更 什麼意思 他建造速度有點慢 然後 但是說我可以指定在哪裡生成嗎 不可能吧 先生成這個 這邊有個路線 是他的首都嗎 管理中心 他的首都在這喔 所以意思是說 我現在到底是不是在打他 我應該是在打他吧 為什麼這邊沒有攻擊的按鈕 佔領土地 不對 下列帝國將會對你心生不滿 為什麼他會心生不滿 為什麼他會心生不滿 我洗劫這個地方你還心生不滿 你是有病喔 為什麼他會心生不滿 啊 你的帝國正在彼此交集 因為他們是和平的關係是不是 算了我要洗劫就是要洗劫 不管了 生氣了 看一下加多少 這樣沒有出現 先 為什麼他動 他原本要這個 先等待 應該沒什麼動吧 結束這回合 你的資源已經被買走了 咖啡豆 他說孔雀王朝 來了耶 這個洗劫要9回合 所以他現在就在家了嗎 沒有 怎麼那麼久啊 這是他的那個 以戰力來說我會贏 可是我會被他下一個打爆 但是他離開了這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 應該可以過去了吧 應該可以過去了吧 去找一下 換我這邊洗劫 727耶 怎麼那麼多啊 我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那個交易路線都在這喔 好 好 他那個有五條交易路線耶 然後難怪他們全部都會生氣 那你就生氣吧 這樣會出事嗎 他一二三四我推後面 他一二三四我推後面 已經累積一定是信徒的力量了 可以再選擇一個 他說住房在這個地區上 進行朝聖 發布第二層教義 拒絕 在關機要求上戰爭之類的每個要求 這是完全在打那個耶 我選這個好了 選此 因為我覺得那個 可以消耗少一點吧 第二階 一次只能選一個喔 所以我最多只能選四個 全新的教義 他們都以研究灌溉 有可佔的新奇觀 在哪裡 審美加之星 等一下 太多事件了 等一下 人口成長 又降低 他說 阿砂雕砂以增到他的4E範圍 為什麼 他說的是這個吧 這個我根本沒辦法去防範啊 這個我真的根本沒辦法去防範他 然後 然後 這個的話我把他趕來這邊 這樣會 因為他好像可以直接到達 這樣我的掠奪速度會因為這樣而加快嗎 欸 屁啦他洗劫之後就 就取消了 速度有變快 三回合了 但是因為這樣而被取消 但是因為這樣而被取消 占領五方 他現在要我給他這個領土 你有事嗎 我放棄 轉化 欸 我跟他講說我不要給他 所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 閒置的程式 有他人口來幫我增加那個軍力吧 戰士喔 對喔 剛剛有那個世界奇觀 有兩個 這個是安定值增加 在單位上 生命值回復加10 是更快 然後這個是糧食加10 所以無視生理造成移動懲罰 這個吧 剛好可以認0 我把我的這個 影響力都丟進去了 他說新的文化奇觀一旦認0 就無法取消 旗艦到工程必須完成才認0 蛤 他是認0之後他把它蓋出來 才可以再認0新的喔 實際上是這樣 所以該不會我等一下可以蓋吧 24個回合 這個 這個投資 好猛 而且他的成本很高耶 就算認你也不一定蓋得出來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蓋 最快就這個吧 占卜的記憶遍布整個帝國 既是在動內障什麼鳥類的飛翔 星星的運轉 神聖的灘藥和其他尋找眾神傳達的訊息 然後但如今這個占卜的活動變得太尋常太怪異 導致整個帝國像混亂的迷信靠攏 現在連機的禁食方式都被軍隊只會拿來解釋 該怎麼辦 你有事嗎 暗定度提升 信仰家 科學家 信仰 我需要信仰 我要禁止 這只是一種迷信 但是我需要信仰之力 然後宗教的洗腦 然後宗教的洗腦 他那個洗劫還沒完成的話 其實就不會扣吧 就是雖然你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還沒到就是 懲罰的地步 這個 你可以在最後一刻再收手 這七百多錢 這七百想要 好啦 我早上了 今天就先開到這吧 晚上再繼續玩好了 唉 我要去休息一下了 好 就開到這邊 收台收台 掰啦 那個晚上再繼續玩 再次掛一會兒 再次掛一會兒 走到這次 天啊 你會不會